换了是其他金属 虽然可能威力更大 但是一旦有损伤 修复起来非常麻烦 而且消耗也非常的巨大 而悬中剑则不同 只要不是彻底被摧毁了 就很容易恢复 只要浸泡在海水中 很快就可以恢复如初了 接下来三百年时间里 楚行云心无旁骛的 以每天一百柄悬中剑的速度 大量的疯狂的锻造柱 一连锻造了三百年 楚行云锻造了整整一千万柄悬中剑 这终于停了下来 现在楚行云已经初步掌握了锻造之道 基础扎得牢固无比 三百年的时间 是一段漫长无比的时间 可是对于妖族与龙族的大战而言 这却是一段短暂无比的时间 对于争夺万族至尊的万族大战而言 几百年时光不过瞬间而已 因此 当楚行云锻造出了整整一千万柄悬中剑的时候 龙族和妖族的大战 却和三百年前没有任何的分别 无奈下 楚行云只好继续锻造 不过这一次 楚行云不再用玄仲铁当锻造材料了 这次 楚行云选用的 是南海盛产的赤岩铁 来作为锻造的材料 赤岩铁 是南海之下 海底火山喷发出来的金属材料 赤岩铁内 蕴含大量的火系能量 锻造成宝剑之后 只要稍一催发 便可以爆发出熊熊烈火 因此 赤岩铁是许多爆弓类修饰的最爱 战斗时 用自己的能量 催动赤岩铁内的火镜 瞬间爆发出来 其威力之大 简直是催枯拉朽 换了是其他人 想弄到大量的赤岩铁 那几乎 是不可能的事 和玄仲铁一样 赤岩铁作为南海特有的金属 同样也是战略资源 就算南海自己不用 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出去的 更何况 赤岩铁和玄仲铁不同 玄仲铁 确实没什么人用 可是赤岩铁 却是最珍贵 最稀少的金属 因此 赤岩铁从来都是有价无市的 根本没人能拿到 但是贫瘠住楚行云和傲昧的关系 身为南海龙宫的女婿 想搞点赤岩铁 那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谓一个女婿半个儿 作为傲昧的夫君 要点赤岩铁 还是不成任何问题的 在获得了大量的赤岩铁后 楚行云再次恢复了往常的日子 接下来的三百年时间里 楚行云依然是日日锻造 每天都会锻造一百饼剑 只不过 不同的是 以前锻造的是玄仲剑 而现在锻造的却是赤岩剑 时光荏苒 转瞬之间 三百年的时间就又过去了 每天一百饼 三百年就是一千万饼 随着三百年的时间流逝 整整一千万饼赤岩剑 也全部锻造出来了 所有锻造出的宝剑 楚行云都封存在了 七星古剑内的那方天地之内 一千万饼玄仲剑 楚行云建造了一座玄仲剑山 一千万饼赤岩剑 楚行云建造了一座赤岩剑山 但随着一千万饼赤岩剑锻造完毕 龙族和妖族的战斗 终于进入了新的阶段 时到此刻 龙族终于不得不放弃了 浅海区域 退守中深度海域 这区域内 和马族和水牛族 战力大幅度锐减 一身的战力 被削弱了三成 再无法和龙族对抗 而龙族守着终身海域 也不敢向浅海区域发动攻击 一时之间 妖族和龙族 进入了相持阶段 无奈之下 接下来的六百年时间里 楚行云先后锻造了一千万饼白金剑 以及一千万饼青木剑 并且 楚行云所开辟出的那方天地的西方和东方 分别多了一座白金剑山 以及青木剑山 眼看着龙族和妖族进入了僵持阶段 楚行云终于送了一口气 事到如今 除非有天大的变化 否则的话 妖族和龙族将进入长达数万 甚至十几万 几十万年的僵持阶段 除非那合计九千万的龙鹰 龙雕 以及龙鹫 真正成长起来 否则的话 妖族是没有办法 进入深海 与龙族对抗的 虽然楚行云也知道 妖族占据了整个天空和大地 以及所有的浅海区域 势力只会越来越壮大 但是事到如今 楚行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袁虹 牛夯 以及熊大和熊二 已经用事实证明了 单凭个人的力量 是无法战胜一个强大种族的 而水千月和狐狸 也用事实证明了 只有统帅一个族群 才可以真正地战胜另一个族群 楚行云现在面对的这个妖族 正是水千月统帅的兽族 以及狐狸统帅的鸟族 共同组成的 如果 楚行云现在是龙族的高层 手握龙族大权的话 那么楚行云相信 他绝对可以统帅龙族 战胜妖族 继续保持龙族万族至尊的宝座 但事实上 龙族的大权 却掌握在四海龙王的手中 最让楚行云难受的是 四海之间 彼此都属于殷亲关系 东海龙王 以及西海龙王 都是楚行云非常近的亲戚 见到东海龙王和西海龙王 那是要叫点什么的 尤其是南海龙王 更是楚行云的岳父 因此 楚行云也不好武力夺权 甚至根本不能夺权 由于身份和地位太低 所以楚行云在龙族之内 根本毫无权力可言 就算拥有一身的本领 满脑子的才华 却不得施展 楚行云也想过要面见四海龙王 痛臣厉害 展现自己的才华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他连面见四海龙王都做不到 至于说强闯殿 强见四海龙王 这样的事 楚行云是做不了的 战时的军阀 是大于一切的 就算楚行云是北海龙王的第九子 可是只要犯了军阀 一样要受罚的 而强闯大殿 那可是死罪 而且是杀无赦的那种 因此 一旦楚行云强闯了大殿 恐怕不等他展现才华 先就人头落地了 且不说楚行云 能不能战胜四海龙王 退一万步说 就算他能战胜 也没人会听他说话 要说话也可以 先接受了惩罚再说 而惩罚之后 楚行云已经人头落地 成了死人了 那还说啥 要怪 就怪楚行云的运气不好 出现的时机 太差了 如果提早几十万年出现的话 那一切也许还好 但现在的问题是 真的是在几十万年前出现的话 那就算他身居高位 弊端也是无法接受的 恐怕 龙族和妖族的战斗 刚进行到一半 楚行云的时间就到了 不得不离开试炼梦境了 因此 对比而言 楚行云虽然出现的时机 不利他掌权 但是对于整场战役来说 楚行云出现的时机 却是再好不过了 一直在东海的龙城 停留了一千多年 直到两族大战 进入了僵持阶段 楚行云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此时此刻 楚行云知道 两族的大战 短时间内 恐怕不会有什么改变了 不过即便如此 如果没事的话 楚行云还是会守在这里 哪里都不会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楚行云留给圣龙王的 那个空间玉符 被触发了 依照楚行云和圣龙王的约定 一旦他们搜集全了 那块残破的石板 就可以触发那道空间玉符 楚行云便会第一时间赶过去 现在 既然圣龙王触发了空间玉符 那就说明 那块神秘的石板残片 已经凑齐了 闲来无事 楚行云也不想继续守在龙城了 不过 临行之前 楚行云必须在龙城之内 留下一道眼线 一旦龙族与妖族 出现任何的变故 他也好第一时间得知 第一时间赶回来 思索了好一会 楚行云终于做出了决定 准备了一点礼物 楚行云一路赶去东海龙宫 求见东海龙宫的长公主 敖玲 在这失联梦境里 楚行云虽然停留的时间 已经足有十多万年了 但事实上 他一向都是独来独往 根本没什么朋友 这么重要的任务 显然不适合随便交给一个不熟悉 不了解 没什么交情的人 因此 想来想去 整个龙城之内 他最熟悉 也最信赖的 就是凹陵了 同一时间 东海龙宫 长公主大殿之内 凹陵愁眉不展的 靠坐在床塔之上 面上尽是憔悴之色 自一千多年前 与楚行云分别后不久 凹陵就生病了 一千多年前 在东海龙王的高压之下 凹陵不得不离开东海龙宫 和凹陵一同上路 前往南海参加龙门大会 人都有逆反心理 龙也不例外 如果是自发的 自愿的 也许凹陵不会有那么强的抗拒 可是东海龙王越是强迫 越是高压 凹陵的逆反心就越强 因此尽管和楚行云 相处的几千年时间里 凹陵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快乐 但内心里 凹陵一直觉得很压抑 很不自由 一心只想着要离开 这种压抑 这种不自由的感觉 其实不是楚行云给他的 而是在东海龙王强迫之下 凹陵自己内心产生的感觉 而且这种感觉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两人抵达南海 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因此抵达通天城后 两人刚吃完饭 凹陵便迫不及待的 一刻都无法忍耐的 立刻便告别了楚行云 转身离开 原本在凹陵想来 彻底恢复自由后 他应该是非常畅快 非常舒服 非常爽的 可是事实上 离开了楚行云后 一切根本没有改变 很多时候 人都是这样 当你非常渴望一样东西 却怎么也得不到的时候 这种渴望就会堆叠 使你变得越来越渴望 越来越疯狂 但当你真的得到了那件东西时 却瞬间就失去了兴趣 不是人心善变 实在是 很多渴望 都不过是错觉而已 是自我催眠的结果 和楚行云在一起 敖陵还是非常开心 非常快乐的 甚至可以说 这段时间 是敖陵一生中 最轻松 最快乐 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但因为内心的错觉 他却气如鼻履地 义无反顾地转身离开了 甚至连生再见 都没来得及说 可是当他真正获得了 他想要的自由时 却发现自己 其实什么都没有得到 自由 是一种很违心的感觉 当你觉得自己不自由的时候 就算世界再大 你也会感觉到拘束 当你觉得自己自由的时候 就算世界再小 就算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你的心 也容纳得下一整个世界 离开楚行云后 敖陵预期的开心与快乐 却没有感受到 相反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敖陵开始想念楚行云了 几千年的相处 敖陵已经习惯了楚行云的存在 习惯了随时随地 楚行云都陪伴在他的身边 以前 天天相守的时候 敖陵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当楚行云彻底地 从他身边消失的时候 敖陵瞬间就觉得滋味不对了 人总是这样 拥有的时候 从来都不会觉得有多珍贵 因此也不会去珍惜 直到失去的时候 才痛苦万分 追悔莫及 敖陵也是如此 甚至于 敖陵都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不知道自己睡去 醒来的时候 该期待些什么 看清了自己的内心后 敖陵立刻转过身 便打算去寻找楚行云 但很快 敖陵便得到了楚行云 强抢敖昧的消息 随后 各种消息分之踏来 很显然 和敖陵分开后 楚行云这家伙 耐不住寂寞 抗不住龙族的淫性 强抢了敖昧 去做那修人之事了 面对这个打击 敖陵顿时病倒了 尤其是当南海龙宫放出消息 敖陵和敖昧定下了婚约之后 敖陵终于意识到 他已经永远地 彻底地失去了楚行云 大受打击之下 敖陵一病不起 这一病 就是一千多年 原本 敖陵一直非常痛恨东海龙王 恨不该乱编而谱 可是现在 敖陵却只恨东海龙王 当年不够强势 相思成疾之下 敖陵虽然不至于整天一泪洗面 但却也是茶饭不思 若不是修为够精深 光是这相思 便足以要了他的小命 这一天 敖陵正百无聊赖地 在东海龙宫的长公主大殿内 思念住楚行云的时候 外面却突然传来了消息 说是北海龙宫 九王子殿下 在外面求见 猛一听到北海龙宫的九王子求见 敖陵还没反应过来 可是只稍微一想 敖陵便将北海龙宫的九王子 与敖陵连上了线 听说敖陵来找他 敖陵顿时亮起了眼睛 一咕噜从床榻上爬了起来 怎么 莫非 敖陵和敖陵之间 发生了情变 他忽然意识到 他爱的是他敖陵吗 一想到这个可能 敖陵猛地跳起身来 跑到衣柜前 手忙脚乱地 选起衣服来 他和楚行云之间 已经快有一千五百多年没见了 现在终于见面 他必须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才行 无论如何 最起码 他不能被那个敖陵给比下去 虽然敖陵确实长得妩媚迷人 可谓是龙族的万龙迷 可是他敖陵 却丝毫都不差 同样是龙族的最美之龙 长公主殿之内 楚行云端坐在椅子上 品尝着东海龙宫特有的清茶 耐心地等待着 他和敖陵之间 毕竟共同相处了几千年 彼此的交情 那是不需要怀疑的 在楚行云想来 一听到他来了 敖陵还不得道理相迎 第一时间赢出来 但事实上 楚行云一直在大殿内 坐了三课钟 都没能等待敖陵 虽然知道不合适 但是楚行云 施助催问了几次 可是那大殿内的侍女 却一直在说 敖陵现在有事 马上就会过来 有心问问敖陵到底 有什么事 却又似乎不合适 毕竟 如果能说的话 那侍女恐怕早就说了 如果不能说的话 楚行云强迫那侍女 也不太适合 毕竟 一旦说错了话 谁知道这个侍女 会不会受到牵累 一等不来 二等不来 三等还不来 终于 楚行云失去了耐性 一言不发地起身告辞 不是楚行云耐性不好 关键是 敖陵的做法 让楚行云太尴尬了 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 敖陵就曾经让他感到尴尬 和难堪了一次 两人相处了几千年 可是刚一到通天城 敖陵便气如碧驴般地转身离开 为这时 楚行云真的难受了很长时间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魅力 现在 敖陵的再三冷落 让楚行云越发地难受了 两人曾经有过几千年愉快地相处 现在时隔一千五百多年 好不容易再见 他为何要如此地冷落 当敖陵终于选好了一套衣衫 开始描眉着粉的时候 侍女却传来了消息 那九王子竟然一言不发地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 敖陵哪还顾 得上擦胭脂抹粉 第一时间就追了出去 可是楚行云刚一离开大殿 便开启了次元通道 直接赶走了圣龙一族的居住地 游明海 因此 就算敖陵一点时间都没敢耽搁 第一时间追了出来 却还是扑了个空 面对着空荡荡的海 敖陵顿时泪如雨下 敖陵也知道 上次 在通天城里 她的做法 肯定伤到了楚行云 但这次真的不一样 她不是有意要冷落她 过去这一千多年来 敖陵茶饭不思 形容憔悴 根本无法出去见人 所谓 语味悦己者容 为了给楚行云留下一个好印象 也为了不被敖昧比下去 她当然需要一段时间去梳妆打扮 但没曾想 楚行云显然是误会了 以为敖陵根本不待见她 楚行云若不是误会了 就算要走 也不会一言不发的就离开 而是会留下话来才是 且不说敖陵发了疯一般的寻找楚行云 另一边 施展了次元穿梭 开启了空间折叠之后 楚行云瞬间便跨越了亿万里 抵达了幽冥海之中 换了是以前的楚行云 这么远的距离 她是无法直接跨越的 但是到如今 楚行云不但有了元神 而且还凝聚了龙珠 更拥有了一方天地 而且 经过了天元凝神草 以及龙池和仙天肉灵汁的洗炼后 楚行云的元神 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虽然元神的秀为不高 但是元神的凝聚度 以及精神力 却强大到夸张 因此 即便远隔亿万里 楚行云却依然平集住自己的元神 瞬间便跨越了漫长的距离 从东海的龙城 抵达了幽冥海中 不过 这一块之间 楚行云的元神 也瞬间便虚弱了下来 元神内的能量 几乎瞬间便耗费一空 若不是经过了 天元凝神草 以及龙池和仙天肉灵汁的洗炼 没有千百年时间 根本就无法恢复 即便经过了天元凝神草 以及龙池和仙天肉灵汁的洗炼 没有几年的时间 楚行云也休想恢复到全盛状态 另一边 圣龙王刚刚触发了那枚空间玉符 只隔了很短的时间 楚行云便出现在了面前 面对这一幕 圣龙王不由得一阵忐忑 时隔不久 可是楚行云散发出的威压 却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 圣龙王知道 如果楚行云对圣龙一族有歹意的话 那么单凭他一人 就几乎可以覆灭圣龙一族 就算侥幸有几条圣龙逃脱 整个圣龙一族不被灭绝 但也永远无法翻身了 因此 对于楚行云 圣龙王是又惊又怕 态度上自然恭敬的不得了 原本 圣龙王已经准备好 要用那块古旧的石板 和楚行云换来大量的利益的 可是时到现在 这种想法 已经完全不被考虑了 一旦触怒了楚行云 或是索取的宝物太过珍贵 一旦楚行云起了贪婪之心 即便动手灭了圣龙一族 他们也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圣龙一族虽然擅长伪装 可是一旦失去了老巢 圣龙一族抵抗风险的能力 将千百倍的降低 一个不好 圣龙一族可就被灭绝了 且不说圣龙王如何思索 另一边 楚行云一路进入了圣龙一族的龙宫 一进入大殿 楚行云就看到了那块巨大的石板 放眼看去 那块石板非常巨大 宽三米 高九米 厚重无比 巨大的石板上 刻画着一条条若有若无的线条 虽然因为年代太久远 再加上海水的冲刷 那些线条已经非常不清晰了 但是总的说起来 这块石板上的线条 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此时此刻 整块石板 碎裂成了足足360块 大大小小的碎片 松散地凑在一起 但是碎片彼此之间 却并没有接触 楚行云赞赏地对住圣龙王点了点头 这种历经亿万年 却依然没有消散的 大都是天地一宝 面对楚行云赞赏的笑容 那圣龙王不由地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微笑着道 虽然花费的时间长了点 但是这块石板的360块残片 现在全都在这里了 微笑着看住圣龙王 楚行云和煦地道 我先带着这些碎片 去组合一下看一看 至于你们的酬劳 我一定不会忘记的不敢 不敢 听到楚行云的话 那圣龙王连连摆手 受宠若惊般的道 这块石板 全当是我们圣龙族的礼物 我话都说出去了 那就一定 会做到 不过 先让我组合一下这块石板 然后才可以知道 我该用什么样的宝物 和你们交换 楚行云道 下一刻 楚行云的额头之上 一道白光升腾而起 放眼看去 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 放射白光的小人 从楚行云的顶心处升了起来 原神 没错 这个散发住白光的小人 正是楚行云的原神 在楚行云的驾驭下 楚行云的原神 一路飞到了那360块 古老石板碎片的上空 下一刻 在楚行云的催动下 那360块石板碎片 纷纷朝中间聚集了过去 咔嚓 咔嚓擦 沉闷的摩擦声中 一块块石板碎片 接二连三地合到了一起 终于 随着最后一块石板碎片 拼凑了上去 整块石板 顿时散发出 昏黄色的光芒 朦胧的 昏黄色的光芒散发之下 360块石板碎片 先后亮了起来 在楚行云 以及圣龙王的注视下 石板上的裂缝 在昏黄色的光芒笼罩下 一点点的愈合住 消失着 咔嚓 终于 在一声特别清脆的声响中 360块石板碎片 完整地凝聚成了一个整体 放眼看去 石板之上 在昏黄色的光芒笼罩之下 那一条条线条和纹路 犹如一条条小蛇一般 缓缓地扭动了起来 原本 那石板上的线条 犹如一条线一般 勾勒成了一张地图 但随着那些线条的扭动 渐渐地 那些线条勾勒成了三个大字 幽冥海 看住那三个繁杂的大字 楚行云 目光微宁 果然 这块石板 正是第五片 位于大地之下的那片海洋 游民海 根据记载 这块石板 应该是进出游民海的门户 这块石板 可以随时随地 开启游民海的门户 用来进攻时 可以带着这块石板 抵达敌人的核心区域 打开游民海的门户 放出亿万游民大军 用来转移的时候 可以直接开开游民海的门户 将所有大军 装入游民海 至于防守 游民海不需要防守 因为除了这道门户之外 并没有任何通道 能通往游民海 从某个角度说 一旦进入了游民海 就等于是死人了 除非游民海的主人 开启通道 放对方出去 否则的话 几乎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离开游民海 因此 这块石板 虽然不是什么宝贝 也没有什么威力 但是谁掌握了这块石板 谁就等于掌握了游民海 成为了游民海的主人 心念一动之间 楚行云直接将那块石板 收入了那块 由四大神珠 开辟出来的天地之中 时到如今 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想要入侵那方天地 虽然不是不可能 但其难度之大 简直无法形容 不说别的 单是寻找到那片天地 便已经是一件大海捞针的事情了 虽然楚行云很想立刻进入游民海 看看里面的环境 可是楚行云也知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现在 他已经收下了这块石板 那么作为回报 他必须给予圣龙一族 应有的回报 可是 当楚行云认认真真的 和圣龙王谈起回报的时候 那圣龙王却连连摆手 无论如何 也不肯接受 楚行云身上的宝贝 现在已经达到了上千件之多 其实根本不在乎 给圣龙族一些回报 但现在的问题是 圣龙族不开口的话 楚行云也不好给 毕竟 这块石板的价值 实在是无法估量 整个游民海 是无价的 看住圣龙王谨小甚微 生怕触怒他的样子 楚行云能明白他的想法 也能明白他的心情 不过说实在的 楚行云还真不是趁人之危 占人便宜的人 摇了摇头 楚行云无比认真的 对圣龙王道 既然你不肯开口 那么这次的报酬 就先积攒着 等以后你们有什么需要了 可以随时开口 顿了顿 楚行云真诚地道 只要我能做到的 无论多难 我都会拼尽全力 去帮你们完成 这是我的承诺 得到了楚行云的承诺之后 圣龙王 不由地松了口气 微笑着看住楚行云 圣龙王也难得地 说了实话 换了是以前 即使失去了巢穴 平击住圣龙一族的伪装能力 他们也是无所畏惧的 可是现在 龙族与妖族之间 已经是如水火 达得不可开交了 在这个结果眼上 一旦圣龙一族 失去了这个大背影 那么这世界虽大 却在无他们的容身之处了 一旦失去了这处巢穴 妖族的围剿下 圣龙一族很可能就此灭族 甚至连整个物种 都会就此灭绝 因此 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 什么宝物都是无族轻重的 对比整个族群的安危 没有什么宝物 是不可以舍弃的 因此 只要楚行云能帮他们 守住老巢的秘密 圣龙一族就再无所求了 面对圣龙王的坦诚 楚行云也没有多说什么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很多事 多说不如多做 现在说得在好听 那圣龙王也不会相信的 等到圣龙一族 真的需要的时候 楚行云直接去做 就可以了 完全不需要 现在多说任何话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 楚行云留在了 神龙族的龙宫之内 潜行修炼 之所以没有立刻 开启幽冥海 探索幽冥海 是因为在赶来的时候 楚行云的元神 已经被透支了 如果现在立刻 进入幽冥海的话 一旦遭遇了危险 楚行云根本没有 太多的力量去对抗 因此 一直休息了几年的时间 直到元神 彻底恢复到巅峰状态后 楚行云才终于将 进入幽冥海 提上了日程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 大量的圣龙遗族 从天南地北赶回了老巢 原本 楚行云以为 圣龙遗族人口稀少 也就几十万人的规模而已 说破大天 也就几百万人而已 可是事实上 圣龙族内 也分成若干分支的 天地之间 有四海 而圣龙遗族 也有四大分支 分别驻留在东海 南海 北海 以及西海之兵 不过 随着妖族和龙族的大战 各圣龙遗族的分支 不得不舍弃了巢穴 纷纷赶回圣龙遗族的大本营 以躲避战火 毕竟 圣龙遗族的大本营 是最隐秘的 被发现的可能性 也是最低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妖族和龙族的战斗 越发的激烈 大多数的圣龙 都纷纷回到了 大本营的老巢内 直到这时候 楚行云才终于得知 这圣龙一族 足有三千多万人口 其中 光是轻壮 便足有千万之举 不过 这一切 跟楚行云 其实没什么关系 秀养好了元神之后 楚行云终于 取出了那块石板 楚行云将状态 恢复到了巅峰之后 终于要开始探索 买游明海了 地下海 一片枯寂的海域之内 楚行云双手掐动指掘 将一道道能量 打入了面前的石板之中 随着九九八十一道印记 打入石板之中 下一刻 一道道深红色的光芒 从那块巨大的石板中 喷涌而出 深红色的光芒 在半空中迅速地凝聚着 渐渐地凝聚成一道深红色的 七粒如血的巨大血光漩涡 看住 那七粒无比 彷彿由乌血汇聚而成的巨大漩涡 楚行云知道 这就是游明海的入口了 楚行云信手收起了那块石板 随后纵身跃入了那血色漩涡之中 面前光影一阵旋转之间 当楚行云再次恢复势力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一片 无比陌生的海域之内 原本 在楚行云的想象里 所谓的游明海 既然是在地心之内 那就必然是一片狭窄 低矮 而且非常昏暗的水下世界 但真正进入游明海后 这里的一切 却颠覆了楚行云的所有认知 游明海的面积 巨大无比 比四海中的任何一海 都要大上一倍之多 而且 游明海内 不但不灰暗 反而非常的明亮 放眼看去 游明海内的海水 在大地的重重进化下 纯净无比 前进地让人心醉 和地表世界一样 游明海内也有一颗巨大的光源 不同的是 地表世界的光源 是一颗硕大无比的太阳 高高地挂在天空中 而游明海中的光源 却来自地心 来自一颗巨大无比 散发着无限光线和热量的熔岩巨球 荒谷世界 整体的形状 像一只蛋 如果说 地表世界 就是鸡蛋的外壳的话 那么游明海所在的地心世界 就是鸡蛋的鸡蛋黄 在进入游明之海前 在楚行云响来 所谓的游明海 就是位于地下的 一处深水而已 可是事实上 却并非如此 如果地表世界的四海 是挂在鸡蛋壳外层的水积的话 那么 这地心世界的游明海 则是挂在鸡蛋壳内层的水积 巨大的游明海 其实是贴着地心世界的内壁 流淌的 住立在游明海的一座岛屿上 楚行云的头部 并不是向住地表的 而是垂直于地面 朝向地心正中心的 而地心的正中心处 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熔岩球 和地表世界不同 游明海内是没有白天和黑夜交替的 一年365天 一天12个时辰 游明海内 都是白天 没有黑夜 放眼看去 那巨大的熔岩球 不断地放射住无边的热力 将游明海内的海水大量蒸发 形成了浓厉的乌云 遮蔽了整个游明海的上空 暴雨倾盆之间 游明海中 是永远没有晴天翼说的 最恐怖的是 月夜遭受熔岩球的熏烤 游明海里的温度非常高 尤其是半空中的乌云 吸收了足够的热量后 下下来的雨 滴滴都滚烫无比 换了是普通的生命 根本无法在这里生存 恐怕一进来 就直接被煮熟了 不过楚行云 当然没有这个问题了 别说是几百度的水汽了 就算是几千度的水汽 也休想伤害到它 看住游明海内 那恶劣无比的环境 楚行云除了苦笑 还是苦笑 原本 在楚行云想来 这游明海从来没有开通过 因此 这里应该有很多奇特的生物才对 但现实告诉楚行云 这样的环境 虽然不是不可以有生物存活 但绝对不适合任何生物的幼崽 在这里生长 那些缠弱无比 脆弱无比的生物幼崽 恐怕刚一出生 就被这里的高温给煮熟了 根本就没有生长的机会 因此 游明海内 是一片死寂之海 这里 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 不过 尽管明知道如此 楚行云却还是抱着一丝奢望 开始在游明海内 开始群寻了起来 试图找到一丝丝的生命迹象 可惜的是 一路寻找之间 楚行云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一丝生命的迹象 不过 虽然没有找到这里的生命迹象 但是让楚行云兴奋的是 他却找到了游明海中的一种特产 地心铁 这地心铁最特殊 是地心熔岩球不定期喷发的时候 熔岩落在游明海中 冷却后形成的奇特金属 看住海底那堆积如山的地心铁 楚行云顿时来了精神 也顾不上寻找什么生命迹象了 直接开始大批量的挖掘 搜刮大量的地心铁 也许有人会说 所谓的地心铁和南海的特产 游火火山喷发出的赤岩铁 有什么不同呢 所谓的火山爆发 难道喷发的不是地心熔岩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 火山喷发出来的 是地寒内熔岩层的岩浆 而游明海中的这颗巨大的熔岩巨球 却是地河 搜集了大量的地心铁后 海底的地心铁矿石 却丝毫不见少 楚行云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 不再搜集所谓的地心铁了 反正这游明海 完全属于楚行云一个人所有 这些地心铁堆积在哪里 都并不重要 接下来的时间里 楚行云继续周游游明海 将这里的地形 彻底探索了一遍 游明海位于地寒与地河之间 但却不是彻底地包裹了地河 游明海位于地寒内侧 占据了地寒内侧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地漫与地河之间 其实有三分之二的区域 是彼此相连的 只有三分之一的区域 出现了一个加层 而所谓的游明海 就在这个加层内 耗费了三年多的时间 楚行云终于将整个游明海 都巡查了一遍 在游明海的正中心处 楚行云发现了一座 金黄色的水晶山 看到这座水晶山 楚行云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水晶山下 镇压的正是游明海的海眼 透过这道海眼 可以随时出现在四海之中 东西南北四大海眼之中 至于要反向 从东西南北四大海眼 进入游明海 那就要看楚行云 是否开放这个入口了 接下来 楚行云停留在金黄色的水晶山下 利用山上的水晶 炼制了游明海龙宫 这些水晶 是最佳的风阵之物 是大到风阵游明海时 凝聚的先天奇物 四海龙宫 也都是用类似的先天奇物 建造而成的 在亿万年前 龙族还没有成为万族至尊的时候 其实东西南北 四大海眼里 也都是分别由一座水晶山 进行风阵的 其中 东海为青色 北海为黑色 南海为红色 西海为白色 至于游明海 位于正中心处 自然就是金黄色的水晶山了 助力在金黄色的水晶山前 楚行云祭出元神 玄宇头顶 红声道 以巫之名 立游明海龙宫器 伴随着楚行云的声音 一道 到怪异的符文 接二连三地 从楚行云的元神口中发出 洋洋洒洒地 落入了那金黄色的水晶山内 下一刻 地洞山摇之间 天地色变 这个天地色变 指的可不只是游明海中的世界 事实上 整个荒谷世界 在这一刹那 剧烈地震颤了起来 虽然天上没有乌云 但是那太阳的光芒 却瞬间暗淡了下来 在整个世界之内 彷復被蒙上了一层黑色的雾气 面对这天地巨变 虽然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 妖族和龙族的高层 却都知道 这天地之间 一定发生了一件 关系到众生的 重大的事情 因此 妖族和龙族的高层 几乎同时下达了命令 两族大军 一日之间后退万里 进入了僵持阶段的和平时期 为期十万年 同一时间之内 天外的混沌之中 一处未明的混沌空间之中 巨大无比的祖龙 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双眼放光地 朝着荒谷世界的方向 看了一眼 祖龙道 不错 没想到 他既然这么快 就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道路 赞叹地点了点头 祖龙慢慢闭上了双眼 随后再次进入了 无尽的长眠之中 且不说外界的变化 另一边 幽冥海内 楚行云的面前 那巨大的水晶山 瞬间崩裂了开来 在楚行云的注视下 那巨大的水晶山 崩裂成一块块 整齐而又光滑的水晶砖石 迅速搭建成了一座无比宏伟 无比壮观的龙宫 镇压在了那巨大的海眼之上 同时 一道冥冥中的感应 从楚行云的心底 升了起来 看住那金碧辉煌的巨大龙宫 楚行云知道 从现在起 一直到无限久远的未来 他都是这座龙宫的主人 这巨大无比 浩瀚无变的幽冥海内 所有的生命 都将是他的奴仆 陈明 绝无任何人 可以凌驾于楚行云之上 就算若干年后 楚行云生死 他也依然会是这片幽冥海的老祖 永生永世 都是这片幽冥海的祖师 接手了幽冥海 也就是地中海的龙宫之后 楚行云不由地抬起头来 朝住半空中 那巨大的火球看了过去 那巨大的火球不是太阳 而是地心世界内 灼热无比的地合 不过相同的是 这地合和太阳 都为一方世界 提供光明和热 接手龙宫后 原本应该会有一件 正宫之宝的 以四海龙宫为例 祖龙就分别从四大海眼里 获得了四件先天灵宝开天珠 批的珠 造化珠 乌籍珠 当然 这四颗宝珠 此刻已经落到了 楚行云的手中 并且在祖龙的帮助下 开辟出了一方小天地 但这幽冥海的海眼之内 却并没有封印住 先天级的灵宝 甚至什么宝贝都没有 不过 虽然幽冥海的海眼之内 并无任何宝贝 但是天穹之上 那炽热的地合之内 却郁郁着一件 先天级的灵宝火神炉 星链一动之间 楚行云的身躯 腾空而起 朝住天穹之上 那硕大无比的火球 窜了过去 随着距离的拉近 那无与伦比的高温 至烤之下 周围的空气 都为之扭曲 不过 楚行云毕竟是水溪神龙 瞬间凝聚起一套悬兵铠甲 便直接将那无与伦比的高温 隔绝在了外面 一路飞行之间 楚行云不断施展着 短距离的次元穿梭 每次次元穿梭 都可以跨越上万公尺的距离 终于 楚行云抵达了 九万多公尺的天穹之上 落在了那巨大的 熔岩之球的表面之上 助力在地盒之上 楚行云不由地叹为观止 放眼看去 整个地盒 其实就是一团 粘稠无比的岩浆球 在巨大的向心力下 岩浆球保持着球体的形状 但是总的说起来 这岩浆球 却是呈现粘稠无比的溶液状态 长吸了口气 楚行云加固了一下身上的悬兵 随后一头扎入了那岩浆球中 朝着岩浆球的中心处 飞速窜了过去 顺着心里的感应 楚行云一路挤赶之间 终于抵达了地心处 放眼看去 地盒的正中心处 一个赤红无比的空间之内 一架架硕大无比的弩弓 陈列在那里 仔细看去 这些弩弓 并不是人为锻造出来的 甚至于 若不是从天到那里 得知了这是火神弩 楚行云都不会认为这是弩弓 放眼看去 一根根又矮又粗 漆黑无比的圆筒 树立在地面之上 整个圆筒 呈现一个锥形 前端细 后端粗 彭扶一个癞蛤蟆一般 蹲聚在地面之上 原本 楚行云以为 身为先天灵宝 这所谓的火神弩 应该只有一件才对 但事实上 这火神弩 却是一件组合型的先天灵宝 其总数量 一共有72座 正合地煞之术 这火神弩 全名应该是地火神弩 透过又粗又阔的底座 抽取地盒内蕴含的地火之力 喷出恐怖的地火弩箭 这就是得火神弩的威力所在 随着幽冥之海开启 这72尊地火神弩 也已孕育成熟 正式出事了 心念一动之间 楚行云祭出了原神 将72道灵魂印记 融入了这72尊地火神弩之中 看住 那一个个毫不起眼 又矮又粗 丑陋无比的地火神弩 楚行云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时到如今 他还不知道 这地火神弩的威力 到底如何 迟一了一会 楚行云心念一动之间 一尊地火神弩 瞬间变得火红无比 在楚行云的注视下 那又粗又矮的地火神弩 牢固地蹲聚在地面之上 不断地吞噬 和蓄积着地心之内的地火 在粗矮的弩身内 疯狂地蓄积住 很快 那粗矮的地火神弩 犹如火雾一般 身躯膨胀了起来 而且周身又红又亮 简直像一块 烧红了的铁疙瘩 轰隆 终于 一声剧烈的轰鸣声中 一道浑源的 赤裂无比的火球 瞬间从那地火神弩 细细的弩口中喷射而出 浑源的弩箭呼啸而出 瞬间冲开了液态的地心熔岩 朝着正上方 幽冥海的方向呼啸而去 说起来很慢 可是 从那地火神弩蓄力开始 到正式发射 一共只有九夕的时间而已 剧烈的呼啸声中 那炽热的弩箭 简直快地出奇 彭扶瞬间移动一般 完全没有花时间 瞬间便抵达了幽冥海的上空 在楚行云的注视下 这几弩箭准确地轰在了 一座方圆上千公里的岛屿之上 轰隆 在剧烈的轰鸣声中 一朵巨大的 蘑菇形状的黑烟 腾空而起 同时 四类的冲击波 以弩箭的落点为中心 疯狂地朝周围蔓延而去 冲击波所过之处 那坚硬无比 直径上百米的巨大岩石 瞬间便被震碎 化作坟墨 随着冲击波 滚滚地朝远处碾压而去 在楚行云目瞪口袋的注视下 的火神弩的弩箭轰击下 那方圆上千公里 通体由坚硬礁石凝聚而成的岛屿 瞬间就被轰得支离破碎 不见了踪影 面对这一幕 楚行云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一旦被这样的弩箭轰中 即便是四海龙王 也扛不住几发啊 可是 这样的地火神弩 这里却足有七十二尊 这 确切地说 在这地心之内 在这幽冥海里 即便四海龙王旗帜 也绝对有败无胜 在赞叹之间 楚行云既无比的开心 又无比的失望 开心的是 有这七十二尊地火神弩在 幽冥海的安全 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除非是祖籍大能轻智 否则的话 不管谁来 也不管你来了多少 在七十二尊的火神弩的轰击下 都是来多少死多少 失望的是 这地火神弩 顾名思义 必须要抽取地火 才可以爆发出无穷的威力 一旦离开了这地盒 这地火神弩 直接就废掉了 没有地火可以抽取 这地火神弩 根本射不出弩箭 而且 在楚行云看来 这地火神弩的名字 也完全名不副实 首先 从外形上看 这根本不是弩弓 而是弩炮 其次 射出去的是球形的弹丸 而不是弩箭 因此 这地火神弩 确切地说 应该叫做地火弩炮 和地火弩炮对应的 是妖族妖亭内的天火神弩 只不知道 那天火神弩 是不是也是这个形态 是不是也应该叫做天火弩炮 不过 可以想象的是 有三十六尊天火神弩镇压 妖亭的守护 自然也是固若金汤 这也正是妖族 可以屹立亿万年而不倒的 最核心的原因 看住这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楚行云沉思了好一会 随后大笑了起来 这地火神弩 其实霍天火神弩一样 都注定是在特殊地点使用的 试想一下 若是那三十六尊天火神弩 能随意移动 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的话 那么 时到如今 龙族哪还有生存的空间呢 只需要用三十六尊天火神弩 一路开道 就可以直接覆灭龙族了 因此 这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和那三十六尊天火神弩一样 都是防守型的至宝 用来防守 可以确保大本营万无一失 永不陷落 但是用来进攻的话 却完全无用 这七十二尊地火弩炮 一旦离开了地盒 直接就成了七十二块废铁 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有着七十二尊地火弩炮守护 龙王级的高手 也得望风逃顿 敢停留片刻 立刻就会被轰成渣子 至于龙皇以及祖龙 楚行云并不真正了解 他们的实力和战力 因此 暂时无从估量 接下来 楚行云哪也没去 停留在了地盒之内 全力炼化这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楚行云知道 光是掌握了龙弩 还是不够的 只有将这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掌握在手中 他才可以真正地将这幽冥之海 彻底地掌握在手中 在这七十二尊的火神弩的覆盖下 在这幽冥海内 没人敢捣乱 用句老话说 那就是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在这幽冥海内 楚行云只凭集这七十二尊地火弩炮 便可以将所有的敌人 斩尽杀绝 不管敌人是谁 也不管敌人有多少 都没有任何的差别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住 终于 七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七百多年的时间里 楚行云心无旁骛之下 彻底炼化了这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到此为止 七十二尊地火神弩之内 都留下了楚行云的原神投影 所谓的原神投影 就是复制自己的原神 使之成为那七十二尊地火神弩的弃灵 从这一刻起 这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便是楚行云的分身 一旦有人试图夺取这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就必须先击溃楚行云的原神投影 可是 原神投影一旦破碎 这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便瞬间化作繁铁了 终于 盘坐了七百多年的楚行云 终于慢慢睁开了双眼 放眼朝周围看去 七十二尊身披火红色长袍 一头红发 相貌和楚行云一模一样的身影 从四面八方 将楚行云围在正中间 环顾一周 楚行云慢慢站起身来 微笑着道 诸位道友 这幽明海的安危 就交给诸位了 面对楚行云的委托 七十二尊分身同时 躬身抱拳 对住楚行云恭敬的毅力 随后纷纷化作一道道鸿芒 融入了地河之中 楚行云不由的满意地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了傲然的笑容 此时此刻 七十二地煞分身 已经融入了地河之中 与地河融为了一体 到此为止 就算有人知道 这里有七十二尊地火弩炮 也无法将它们寻找出来了 根据楚行云的命令 这地河是绝对的禁地 任何人 一旦试图靠近地河 那么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便会第一时间全力轰击 楚行云坚信 除了祖龙之外 任何人 士 物 都不可能穿越 七十二尊的火神弩的火力封锁 成功抵达这地河之上 退一万步说 就算它们抵达了地河又如何 这地河硕大无比 要找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简直比大海捞针都要夸张 基本上 想要在地河之内 搜寻出这七十二尊 有了自我意识的地火神弩 就像是在大海中 寻找七十二地 有特点的海水一样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这七十二尊分身在 一旦有人在幽冥海闹事 这七十二尊分身 便会自动进行判断 一旦达到了一定程度 便会降下大地成界 毁灭那些 为祸幽冥之海的人 是 物 如此一来 就算楚行云本尊不在这里 这里也不会失去守护的力量 就算有朝一日 楚行云结束了十连梦境 回到了亿万年后 这些分身 依然会忠诚地驻守在这里 不管时间过多少年 也不管沧海桑田如何改变 这幽冥之海 便如妖族的妖亭一般 永远也不会陷落 眼看着七十二尊分身 融入了地心融年之内 楚行云常常地输了口气 这七十二尊分身 是以楚行云的原神投影为气灵 以七十二尊地火神弩为依托 炼制而成的超级分身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七十二尊原神投影 也会不断地修炼 不断地提升 虽然速度非常的缓慢 但是只要时间够长 他们的实力 一样会提升到恐怖的程度 这是楚行云 刻意安排的招后手 躲避在这地心容颜之内 如果可以成功地避过 未来那蔑视的一战的话 那楚行云就真的发达了 到了那个时候 楚行云一旦收回这七十二尊原神投影 那么 楚行云的原神修为 将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虽然楚行云也知道 即便是躲避在这最隐秘 也最安全的地心之内 这七十二尊分身 也很难躲过那蔑视的劫难 毕竟 那一战之下 整个荒谷大地都被打碎了 即便躲避在这地心之内 恐怕也没什么用处 可是即便如此 楚行云也已经找不到 比地心 之内 更偏僻 更安全的地方了 如果躲在这里都被灭了的话 那么无论躲避在哪里 恐怕结果都不会有任何的不同 送走了七十二尊分身 楚行云正打算转身离开的时候 一道火红的身影 瞬间从熔岩中窜了出来 落在了楚行云的面前 放眼看去 这道身影不是别的 正是那七十二尊地煞分身之一 疑惑地朝那尊地煞分身看了过去 心念一动之间 楚行云便明白 他为什么要赶过来了 原来 刚才融入地心熔岩中之后 这尊分身一路畅游之间 发现了一件宝贝 跟随在那尊分身的身后 楚行云一路急赶 终于抵达了地河的中心附近 一处熔岩空间之内 放眼看去 熔岩空间之内 生长着一棵怪异无比的 小树 小树的根须非常多 非常的密集 足有千万根之多 那千万道根须 分别扎进了周围的熔岩之中 一道道赤红的 灼热的熔岩 顺着那些根须 流入了那棵小树的枝叉 以及主干之中 最终 所有的火径和热力 都流转到了那棵奇特的小树上 接住的一棵红通通 犹如番茄一般的果实中 一进入那处熔岩空间 楚行云便闻到了一股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香甜气息 地脉神果 看住这棵奇特的小树 以及那番茄一般的果实 楚行云心脏猛地颤抖了下 就连瞳孔都紧缩如针 这地脉神果 只存在于传说中 据说 只有一载的火火山下的岩浆之内 才有可能结出地脉神果 不过 根据传说 那地脉神果 应该只有大拇指大小才会对 但眼前这颗地脉神果 却足有成年人的拳头大小 这 这颗地脉神果 到底存在了多少年啊 恐怕 从开天辟地 这片天地刚成形的那一刻 这颗地脉神果就在这里了吧 长吸了口气 楚行云不敢怠慢 第一时间走到了那颗地脉神果之前 地脉神果 是不需要炼制的 也不需要制作成燃香之类的物品 才可以使用 地脉神果 唯一的使用方法 就是现场吃下去 否则的话 无论使用什么方法 都会浪费掉地脉神果八成以上的药力 楚行云呛起嘴唇 轻轻吻在了那颗红彤彤的地脉神果之上 张开嘴巴 轻轻用牙齿 咬破那红彤彤的地脉神果的果皮 下一刻 辛香无比 甜丝丝 满含果肉香气的枝叶 顿时涌入了楚行云的口中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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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口的吞咽之间 楚行云只感觉 这一生 从未吃过如此香甜可口的水果 别看那小树不大 但是根栖却非常多 足有十万八千根之多 一连吞了上百口 那地脉神果的果皮 已经彻底浅别了下去 可是放眼看去 地脉神果的枝干 以及根须中 大量的赤红色液体 源源不断地涌了过来 纷纷灌入了楚行云的肚皮 痛快地畅饮之间 渐渐地 那奇特小树的果实浅别了 枝干也枯萎了 就连那千万道根须 也渐渐地别了下来 咻咻咻 终于 伴随着楚行云的吸食 整颗地脉神果 连同果皮 枝干 枝叶 以及根须 纷纷脱离了周围的熔岩峭壁 嗖嗖作响地 被楚行云吸入了肚皮之中 哥哥 一连打了两个宝格 楚行云终于心满意足地拍了拍肚皮 到此为止 整颗地脉神果 连同根须 枝叶 枝干 以及果实 一点不剩地 被楚行云完整地吸入了肚皮之中 正惬意之间 一阵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热力 瞬间从楚行云的胸腹之间狂涌而出 呼哄 一道轰鸣声中 楚行云的周身 升腾起了赤裂的火焰 只一刹那之间 楚行云周身的衣服 便烧成了灰烬 看住周身毛孔中 喷射而出的熊熊火焰 楚行云并没有惊慌 他知道 这是地脉神果中蕴含的地火 在淬炼他的身躯 感受着周围滚烫的温度 虽然万分的痛苦 但是这样的痛苦 楚行云却甘之若隐 遭受淬炼的 可不只是楚行云的肉体 就连他的元神 也在地火的淬炼下 一丝丝的发生住改变 放眼看去 那颗被楚行云吞噬下去的 番茄一般的果实 慢慢地出现在了 楚行云的元神之中 出现在了心脏的部位 那颗地脉神果的枝干 也出现在了元神之中 化作了楚行云的血管 至于那千万道根须 则犹如一根根毛细血管一般 均匀地分布在楚行云的元神之内 这 虽然早就知道 吞噬地脉神果之后 可以在元神内 塑造出一颗元神之星 可是 楚行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颗地脉神果 不但帮他塑造了一颗元神之星 还更进一步 帮他塑造了全身的血脉 如此一来 天元凝神草 为楚行云的元神 塑造了经络 龙齿 为楚行云的元神 塑造了经脉 咸天肉灵枝 为楚行云的元神 塑造了肉身 地脉神果 为楚行云的元神 塑造了血脉 随着各种天才地宝的摄入 楚行云的元神 越来越像是活人了 摇了摇头 楚行云没有多做停留 再次回到了地河的中心处 并且将所有的七十二尊地煞分身 全部召唤了过来 作为楚行云的元神投影 这七十二尊分身的元神 与楚行云元神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不过现在 楚行云在使用了地脉神果之后 元神已经远比七十二尊地煞分身的元神 更为强悍 也更为完美了 因此 楚行云祭典出了元神 任由七十二尊分身的元神 不断抽取元神的信息 进行彼此之间的复制 拷贝 很快 七十二尊地煞分身 便完成了整个复制和拷贝的过程 再次化作七十二道火光 融入了熔岩之中 目送七十二尊地煞分身离开 楚行云不由地笑了起来 不需要交代 这七十二尊分身 自然会在这地心熔岩中 继续搜索 一旦发现了宝物 他们会第一时间 透过心灵感应通知楚行云 有着七十二尊地煞分身在 这地心之内的宝贝 不管藏得再深 都早晚会被找出来 思索之间 楚行云离开了地河中心 透过次元穿梭 出现在了幽明海的龙宫之内 有那七十二尊地煞分身在 地河内的所有宝物 都无所遁心 但这幽明海中的宝贝 却隐藏得很深 楚行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了 接下来几百年的时间里 楚行云一路搜寻 虽然以前巡查过 但是那个时候 都是走马观花一般的巡查 搜寻的并不仔细 而这一次 楚行云搜寻的很有针对性 很多有可能孕育 以及诞生宝物的地方 都会有针对性地去搜寻 还真别说 这幽明海中 孕育了亿万年的宝物 一一被楚行云找了出来 只不过 受环境的影响 这里的宝物 大都是火系的 楚行云根本用不上 不过即便如此 宝贝就是宝贝 就算自己用不上 也可以拿出去 与其他人交换 而且 幽明海虽然暂时冷清孤寂 没有任何的活力 可是早早晚晚 楚行云都是要将 这幽明海发展起来的 随着幽明海的势力扩张 终究是需要很多宝贝 来武装幽明海的大军 以及各路大能的 作为一方势力 幽明海和其他的四海一样 也要有自己的宝库 无论如何 楚行云是绝对不会落四海龙宫之后的 一路搜索之间 时间飞快地流逝住 这一天 楚行云刚刚挖出了一根火莲草 便猛地停了下来 就在刚才 楚行云清晰地感应到 他留给圣龙王的那张空间玉符 再次被触发了 虽然他不知道圣龙王找自己有什么事 但是楚行云知道以圣龙王对自己又惊又怕的心态 没有重大事情的话 他是万万不会主动找自己的 心念一动之间 楚行云停止了搜索 取出了那块古旧的石板 开启了幽明海的出口 很快的 那巨大的血色漩涡 出现在了楚行云的面前 不敢怠慢 楚行云第一时间 进入了那血色漩涡 下一刻 楚行云出现在了圣龙族的龙宫前 那片平坦又枯寂的海水中 心念一动之间 楚行云一个次元穿梭 以空间玉符为坐标 第一时间出现在了圣龙王的面前 不好 大事不好了 见到楚行云出现 圣龙王第一时间 便大叫了起来 看出圣龙王一副末日降临的样子 楚行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楚行云道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且慢慢说来 面对楚行云 的问题 圣龙王常吸了口气 惶恐地道 为了躲避战火 各地的圣龙族子民 都成群结队地赶回老巢 可是 哀伤地看了看楚行云 圣龙王惊慌地道 可是因为进出太过频繁的关系 通往圣龙族老巢的密道 被妖族发现了 什么 怎么会 听到圣龙王的话 楚行云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虽然根据历史记载 圣龙一族的老巢 终究是要被发现的 可是楚行云不确定 是不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被发现的 毕竟 荒谷时代的时间 真的太过漫长了 等闲就是千万年过去了 因此 妖族的历史 年代都是错乱的 很多甚至都是前后颠倒的 看住楚行云惊骇的样子 圣龙王道 现在通到外面的前海处 已经被一丸妖族大军所包围 我们即便是插上翅膀 也无路可逃了 皱了皱 眉头 楚行云道 我记得 我不是给了你一座陷空塔吗 听到 楚行云的话 圣龙王苦笑着道 那陷空塔以前够用 可是谁能想到 龙族与妖族忽然开战啊 听着圣龙王的哀叹 楚行云也不由地摇了摇头 那陷空塔以前是够用的 直接就可以将老巢附近的所有圣龙一族 全部装下 然后顿空而走 谁也拦截不住 但现在 随着龙族与妖族开战 为了躲避战火 天南海北的圣龙一族 都纷纷赶回了老巢 如此大规模的迁徙 不仅曝露了 圣龙一族老巢的位置 而且 老巢内的圣龙数量 也增加到了三千多万 如此一来 那陷空塔根本就装不下 这么多圣龙族的成员 而且 就算装得下又如何 此时此刻 妖族已经雄霸了天空和大地 以及所有的前海区域 就算顿了出去 他们根本就无处安身 随时都有可能被妖族找出来 彻底覆灭 此时此刻 圣龙王的想法里 能够救他们的 就只有这个 和他们有着一定交情的 北海龙宫九王子了 只要北海肯出兵 就可以驱散外面的 亿万妖族大军 然后 趁着妖族大军被驱散 圣龙一族的子民 就可以从缺口处冲出去 进入北海 受北海龙宫的庇护 除此之外 圣龙王实在是想不到任何的活路 就算侥幸找到一两条活路 也只能保全极少数的 圣龙族 绝大多数的圣龙子民 还是会死在战火之中 见到楚行云沉默不语 圣龙王知道 不给点好处的话 就算楚行云想救他们 北海龙王也未必会答应 所谓无力不起早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没有好处的是 不要期待有人帮你 过去的亿万年来 圣龙一族 虽然归属于龙族 但却基本上是貌合神离 离群所居 根本不参与龙族的任何事物 因此 虽然表面上 圣龙一族也是龙族的一员 服从四海龙王的所有命令 但事实上 圣龙一族却是梧桐属的龙族 所谓的梧桐属 就是没有归属 简单说 圣龙一族没有直接的顶头上司 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他们下达命令 因此 虽然圣龙是龙 但却游离龙族体系之外 可是时到如今 再继续游离下去的话 圣龙一族可就要被灭族了 圣龙王猛一咬牙 朝楚行云看了过去 毅然决然地道 请九王子殿下务必救救圣龙一族 只要九王子能保全我们圣龙一族 圣龙一族愿永生永世 效忠九王子殿下 恩 听到圣龙王的话 楚行云先是一惊 不过随即 楚行云就明白了过来 时到此刻 圣龙族若还不愿意回归龙族 听从龙族统一调遣的话 那四海龙宫根本就不会派出一兵一族 来救援圣龙一族 圣龙王很聪明 他看到了关键的一点 因此 当机立断地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不过 圣龙王还是有点狡猾的 他效忠的只是楚行云这个九王子 如此一来 圣龙一族虽然也要接受四海龙宫的调遣 但是有楚行云顶在前面 他们的处境要好得多 一旦圣龙一族 成为了九王子殿下的仆从一族 他自然会倍加珍惜 不会轻易让他们去战场做炮灰 送死 而若不攀附楚行云 而只是简单地回归龙族的话 那事情就两说了 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的情况下 不需要怀疑 圣龙一族必然会成为炮灰一族 圣龙王非常聪明 甚至可以说是老奸俱奸 若不是逼不得已 圣龙一族 是绝对不会依附于任何人和势力的 但现在 亿万妖族大军就堵在通往 圣龙一族老巢的通道外 而且 此时此刻 妖族的大军还在不断地赶来 每时每刻都有千万妖族大军 从海陆空飞快地支援而来 妖族大军太庞大了 种类也太繁多了 一旦被他们攻进来 圣龙一族绝对是插翅难飞 圣龙一族能够转移走的 撑死了也就两三百万人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但 为了躲避战乱 赶回圣龙大本营的圣龙一族 已经超过了三千万 不过好在 圣龙一族生育非常的困难 因此 圣龙一族的孩童 是非常少的 这三千多万圣龙 实力弱小的孩童 只有两百多万 不到三百万的样子 沉思之间 楚行云抬起头 朝着圣龙王看了过去 完全归顺龙族 听从龙族的所有调遣 对圣龙一族来说 也绝非是好事 楚行云道 微微顿了一下 楚行云继续说 这次大战 事关龙族的气韵 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结束的 即便结束了 龙族的损伤 也依然会巨大无比 听到楚行云的话 圣龙王苦笑着摇了摇头道 你说的 我何尝不知道 时到此刻 即便加入龙族 也只是延缓 被灭绝的时间而已 说话之间 圣 龙王耸了耸肩膀说 可是我有的选择吗 如果北海龙宫 不立刻派人救援的话 圣龙一族 恐怕几日之内 就要彻底被灭绝了 没有选择的选择吗 面对圣龙王的话 楚行云不得不同意 圣龙王的观点 要么立刻就被灭亡 要么还可以拖延一段时间 面对这种不是选择的选择 圣龙王根本没得选 虽然明知道 回归龙族 早晚也是要完蛋 可是最起码 还有一线希望 而不回归龙族管辖的话 圣龙族这个月都过不去 沉吟了好一会 楚行云终于抬起头来 朝圣龙王看了过去 深深地看住圣龙王 楚行云道 这样吧 你用陷空塔 带着那些年幼的圣龙一族 逃往圣龙一族 提前准备的其他朝学可是 听到楚行云的话 圣龙王焦急的道 我原本也是打算这么做的 可是 那三千多万成年圣龙怎么办 难道就眼看着他们 被妖族杀死吗 拜 了摆手 楚行云道 你自己去和他们沟通 如果肯效忠于我 那我自然会带他们离开 否则的话 做了那妖族的血实 也只怪不得别人面对 楚行云的主张 圣龙王兴奋的道 你的意思是说 你有办法 把那三千多万圣龙子民 安全地带出去吗 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我有办法把他们从这里带出去 但是 我只会带走那些头孝于我 效忠于我的圣龙族子民 理解地点了点头 圣龙王道 那是当然 但我想知道的是 你能确保 你所带走的那些圣龙一族的安全吗 面对 圣龙王的询问 楚行云不由得悠然一笑 一旦 圣龙王带走了那些年幼的圣龙 楚行云就可以将三千多万圣龙族大军 集体转移到幽冥海中 一旦进入了幽冥海 楚行云还真敢保证他们的安全 且不说妖族根本就进不去幽冥海 即便能进入又如何 平级楚行云掌控的七十二尊地火弩炮 就算妖族追了进去 也保证是有死无生 有来无回 思存之间 楚行云道 当然 既然我敢接受他们的头孝 就有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否则的话 我又有什么资格 要求他们忠诚于我 好 听到 这里 圣龙王断然道 只要你能确保那三千万圣龙子民的安全 我便代表圣龙一族 投笑你 并且 等等 皱了皱眉头 楚行云 摇头 道 既然投笑了我 就再没有圣龙族一说了 虽然他们依然是圣龙 但真正的圣龙一族 还要靠你 以及你带走的那三百万圣龙族孩童 去繁衍和发展 什么 你这 听到楚行云的话 圣龙王顿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看出圣龙王惊骇的样子 楚行云摇头道 不必如此惊讶 之所以要如此做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为了能更好的 将圣龙一族引 下去 就算被发现了 也没人知道 这是圣龙一族 第二个原因 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圣龙一族 避免因为这三千万圣龙子民的行为 而将祸害 牵连到圣龙一族的头上 至于第三个原因 则是楚行云从自身考虑了 如果始终是圣龙族的话 那么所有人的归属感太低 总以圣龙族子民自居的话 那楚行云又算是什么呢 所谓 非我族类 齐心必毅 只有楚行云自建一族 然后所有圣龙族的子民 该族的子民自居 彼此之间才能同心同德 正式成为一家人 其实说起来 楚行云还是和妖族学的 妖族就是由兽族和鸟族 联合组成的 原本 各自为鸟族 兽族的时候 虽然一直也是联手对抗龙族 可是说实在的 鸟族和兽族之间 彼此并不把对方看成是一家人 彼此都防对方一手 直到鸟族与兽族彻底融合为妖族之后 彼此的戒心 才终于放了下来 也真正地把对方 看成是一家人 别管兽族还是鸟族 大家都是妖族 大家都是同一家人 也因为妖族的空前团结 所以妖族的实力 在过去的千万年时间里 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时到如今 即便强大如龙族 都已经完全无法和妖族对抗了 就算暂时还能僵持下去 可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一战 最后的胜利者 必然是妖族 可以说 妖族之所以能淘汰龙族 成为第二个万族至尊 靠的就是团结 说起妖族 最开始其实分为无数种族 在若干年的战斗中 所有的走兽 纷纷抱团取暖 组成了兽族 所有的飞鸟 也纷纷巨堆 组成了鸟族 最后 在雄才大略的妖族手中 兽族与鸟族 终于陆力同心 共同组成了妖族 从妖族组成的那一刻起 龙族的没落 就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了 天空 海洋 陆地 这三大区域 当其中的两大区域 联合起来 共同对抗第三大区域的时候 那么 无论谁做第三方 都必然是有败无胜 如果龙族和兽族联合起来 鸟族有办法抗衡吗 又或者 龙族与鸟族联合起来 兽族有生存空间吗 很显然 答案是否定的 不只是鸟族和兽族无法抗衡 就连有着大海做天险的龙族 也无法同时对抗鸟族与兽族的攻击 如今的龙族 其实 有大海做保护 即便面对鸟族与兽族的联手攻击 也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且 如果战略战术得当的话 龙族真的未必会败 可是事实上 龙族内部分成了四大势力 东海龙宫 西海龙宫 南海龙宫 北海龙宫 四海龙宫 各聚一方 也各聚一方 每片海域内 都拥有一个龙王坐镇 表面看起来 龙族有四大高手 各自雄霸一方 可谓是人才积极 但事实上 龙族的权力分散了 四海之间的利益与充 托并不是不存在的 尤其是面对现在的妖族入侵龙 族的每一道命令 都要四海龙王中 最少三人同一财 可以执行 而且 每次派出龙族大军 与妖族进行作战时 四大龙王 都是有所保留 如果可能的话 四海龙王 当然都是希望 其他三海的大军 去最前线 最危险的地方 对抗最强大的妖族 如果一定要牺牲 一支部队的话 那么四海龙王 都希望其他三海的 龙族战士 去牺牲 而不是牺牲自己麾下 训练了千万年的龙族精锐 因此 龙族虽然人才济济 但是权力分散 龙心不齐 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妖族凭集住团结和凝聚力 共同对抗龙族 而龙族内部 却意见不一 指挥不一 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因此 整个战斗持续下来 妖族的效率极高 快速而又灵活 果决而又狠辣 而龙族 效率极度低下 很多明明能胜利的战斗 却因为各自算计 都不肯上前 甚至眼睁睁地看住 有军被歼灭 而不去救援 四海龙族的大军 都在想办法地 保全自己的有生力量 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危险 都想往后缩 以分散对凝聚 以内耗对团队 妖族想不胜利 恐怕都很难 因此 楚行云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允许 投降自己的圣龙遗族 继续以圣龙遗族自居的 否则的话 楚行云宁肯不要这支队伍 也不能忍受他们 从内部破坏团结 破坏气氛 深深地看住楚行云 圣龙王久久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 圣龙王沉声道 我想知道 你真的可以保证 那些圣龙遗族子民的安全吗 断然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当然 我有着绝对的把握 面对楚行云的保证 圣龙王并没有放松 而是继续追问道 那么 这种安全 你能保持多久 是一时 还是 面对圣龙王 的询问 楚行云顿时皱起了眉头 看住圣龙王 楚行云道 没有人可以保证 他们永远不会死去 不过我想说的是 只要这片天地没有破碎 我就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天地破碎 听到楚行云的话 圣龙王愕然一愣 随即笑着道 那是当然了 若是连这天地都破碎了 那圣龙一族 又如何能幸免 点了点头 楚 行云道 那好 我可以保证 在这片天地被破碎之前 那三千神龙族子民的安全 由我来守护 深深地看住楚行云 圣龙王道 可是 如果你没能守护得住呢 面对圣龙王 谨小甚微的追问 楚行云淡然一笑道 我不保证 自己不会统率 圣龙一族的大军 去战场上厮杀 顿了顿 楚行云继续说 我可以保证的是 为那三千万圣龙一族子民 提供一块修养生息之地 在那里 他们的安全 将不会被任何敌人威胁严肃的 看住圣龙王 楚行云继续说 如果 我没能做到我给予的承诺 那么 大家的投效和忠诚 也自然无需保持很好 满意无比地点了点 头 圣龙王道 就是如此 那三千万圣龙一族的子民 用自己的投效 用自己的忠诚 换取九王子殿下的守护 这是等价交换 说话之间 圣龙王 转头朝外面看了过去 继续说 好了 虽然还有很多想问的 但是时间紧迫 妖族的大军 随时都可能攻进来 所以 我们必须立刻开始迁移了 对于 圣龙王的提议 楚行云当然是一万个赞同了 很快 圣龙王吹响了圣龙一族的罗号 呜 呜 呜夜的罗号声中 三千多万神龙族子民 全部朝圣龙族的龙宫 聚集了过来 很快 圣龙王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 将目前的状况说了一下 听说外面一万妖族大军围困 而外面又没有任何的援军 所有的圣龙族子民 都是如丧考彼 一脸的绝望 不过好在 圣龙一族 并不会就此灭绝 当年的敖云 也就是楚行云 曾经用一件陷空塔 交换了他们的宝物 因此 时到现在 圣龙一族可以用陷空塔 将整个圣龙一族的龙宫 以及三百万圣龙一族的孩童 全部转移走 保证圣龙一族 不会就此被灭绝 面对生死 没有人可以无动于衷 圣龙一族也不例外 不过 自己的孩子 孙子 能继续活下去 总算给了他们一个安慰 临走前 圣龙族长 并没有将他和楚行云商讨的 投笑仪式说出来 之所以如此 楚行云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 只有被逼到绝境 面对着必死的局面 楚行云生出救命稻草 所有人才会感觉到 这根救命稻草的珍贵 如果一切都在谈判桌上谈好了 直接命令的话 那么圣龙一族的子民 根本就没品尝过绝望 就直接接受了 甚至于 还会有一半以上的圣龙族子民 未必愿意接受楚行云的要求 还要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苛刻条件和要求 而这显然不是楚行云所期望的 这样的时候 即便楚行云生出了救命稻草 在圣龙一族子民的心目中 那也仅仅是一根无足轻松 不值一闻的稻草而已 不真的被逼到绝境 没有人会知道 那根救命稻草 到底有多么的珍贵 随着圣龙王带着圣龙一族的三百多万孩童离开 周围顿时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茫然地住立在原地 完全不知道接下来高做些什么 向妖族投降吗 可是妖族却不需要龙族的俘虏 也不需要龙族投降 所战死龙族的尸体 以及那些被俘虏的龙族 都被送去龙雕 龙鹰 龙舅三族 供纳九千万龙族克星使用 以增强他们的实力 以及对龙族的克制力 因此 所谓的投降 不如说是送菜上门 伸展脑袋 等住人家一口咬下去 投降不行 正面对战 却又打不过 不说单体实力 单就数量而言 外面的妖族大军 简直是无穷无尽 即便侥幸获得了局部战斗的胜利 可是面对无穷无尽的妖族大军 战败身死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一时之间 期望的气息 不受控制地扩散开来 一想到要不了多久 他们都要死 而且 即便生死 也远远不是结束 战死之后 他们的身躯 还会被妖族运送回去 精心烹饪后 做成一盘盘精美的菜肴 供那些龙雕 龙鹰 以及龙舅食用 一想到死后都不得安生 很多圣龙一族的子民 当场便痛哭了起来 时到如今 其实就算北海肯支援 而且立刻就派出援军 也已经来不及了 妖族已经彻底封锁了通道 而出口又只有那一条 因此 圣龙一族 已经走到了绝境 轰隆 轰隆隆 一片哭泣声中 远远的 一道道剧烈的轰鸣声 从远处传了过来 听到那剧烈的轰鸣声 所有圣龙都知道 那是妖族在攻击他们部下的幻阵 每一声轰鸣 都意味着 有一道幻阵 彻底被妖族破坏 听着那一声 紧似一声 距离他们越来越近的轰鸣声 一时之间 先天的痛哭声 响彻了整个海底 悬浮在海水中的高处 楚行云默默地观察住 下面所有圣龙族的表现 所有的圣龙族子民中 大概分成了三个部分 其中 第一个部分 是性情刚烈 死不服输的暴躁分子 即便面临绝境 即便面对死亡 他们也不会畏惧 只想轰轰烈烈地战死沙场 至于死后的事 他们是从来不会担心的 死都死了 谁在乎深厚之事 第二部分 则是性情柔弱 胆小怕事的一群 面对着灭顶之灾 除了无助的痛哭 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也不会做 此刻 那些天的痛哭声 大部分都是由这群圣龙发出来的 最后 第三个部分 则相对比较平静 也不知道是看透了死亡 还是什么原因 他们没有痛哭 也没有哀嚎 而是很平静的霍座 或站在那里 脸上的表情 不喜不悲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甚至于 这些人 还在安慰那些痛哭流涕的圣龙 观察了很久 耳听远处的轰鸣声 越来越近 楚行云终于开始行动了起来 心念一动之间 楚行云滑动住水流 出现在了那群沉默不语 默默擦拭着兵器的 圣龙遗族的强者面前 冷冷地看住那位数一千万 自动排列成战阵 为守护圣龙一族 打算战死沙场的圣龙族战士 楚行云不由地点了点头 环顾一周 楚行云放声道 你们的勇敢 赢得了我的尊敬 现在 我想邀请你们 加入我的幽冥一族 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 幽冥一族 听到楚行云的话 那些勇敢的圣龙族战将 顿时一脸的疑惑 圣龙神秘 强悍 高傲自赏 是一种诡秘的龙族 圣龙极少以真面目视人 而是偏好保持以低调的鸟类 贝类甚至是龙珠的形态存在 在他们的真实形态下 圣龙拥有巨大无匹的蛟龙身躯 覆盖着金色的龙铃 这种形态下的圣龙 是最强大的 这种形态 便是圣龙的战斗形态 此刻 楚行云面前的 这些为数千万的圣龙 便已经进入了战斗形态 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心理准备 但就在这个时候 楚行云却出现在这里 要招募他们 加入所谓的幽民一族了 很显然 所有圣龙 都没有听过所谓的幽民一族 看出所有人茫然的表情 楚行云微笑着说 所谓的幽民一族 是我刚刚想到的名字 只要肯投效于我 效忠于我 加入幽民一族 我便会将你们带出这水深火热之中 并且保护你们的安全 不受侵犯 什么 听到楚行云的话 所有的圣龙一族 都惊讶地朝楚行云看了过来 一片寂静中 圣龙战士的前排 一名特别粗壮魁梧的圣龙 慢慢站起身来 沉声道 你是说 你可以安全地 把我们从这里带走 点 那点头 楚行云道 没错 我不但可以把你们带出险境 还有能力 保护你们的安全 面对楚行云的保证 所有 圣龙一族顿时兴奋地围了过来 停住 眼看着大量的圣龙 朝这边赶了过来 楚行云大手一挥之间 瞬间将其他圣龙族隔绝在了外面 环顾一周 楚行云道 我只招募勇敢地 即便面临必死的局面 也要慷慨赴死的圣龙一族战士 而不需要那些懦弱不堪 贪生怕死之辈 听到楚行云的话 那粗壮的圣龙皱了皱眉头道 他们虽然胆小怕事 甚至有点懦弱无能 但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 甚至是妻儿父母 所以 希望您能尊重他们 摆了摆手 楚行云道 谈不上尊重不尊重 我想 也不是所有人 都渴望我的尊重 现在 我只想知道 你们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邀请 看了看周围那些满怀希望 想要围过来的圣龙一族 那粗壮的圣龙 不由地迟移了起来 长吸了口气 那粗壮的圣龙道 如果只为自己的话 那么 只要您能将我们安全地带出去 并且保证我们的安全 我们自然愿意投效于你顿了顿 那 粗壮的圣龙继续说 可是 我们也有妻儿 也有父母 我们没有办法 舍弃他们不管 放任他们被妖族斩杀 吞噬 赞赏地看住那粗壮的圣龙 楚行云微笑着说 你叫什么名字 在圣龙一族中 担任什么职位 面对 楚行云的询问 那粗壮的圣龙淡然道 我的名字叫圣徒 是圣龙一族的大将军 大将军 听到这个名字 楚行云皱了皱眉头道 你是将军的话 那你们的元帅 去哪里了 听到楚行云的问话 那是 徒愕然一愣 随即摇头道 不好意思 你可能不太了解 我们圣龙一族的结构 我们圣龙一族 最高的权力者 是圣龙王 圣龙王之下 最高的军事长官 就是大将军 了然地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原来如此啊 不过这样一来 很多事就更好谈了 环顾一周 楚行云道 我钦佩 你们的勇气 所以希望可以招募你们 建立一个全新的幽民族 顿了顿 楚行云 看向周围的那些圣龙族平民 继续说 至于你们的妻儿老小 只要他们也向我效忠 宣誓忠诚于我 我也可以把他们带出去 并且守护他们的安全 听到楚行云如此表态 那圣龙大将军 顿时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多废话 只要您能将我们 从水深火热中就出去 便等于是给了我们心声 我们愿意投笑你 说话之间 圣徒脚下一彩之间 身躯腾空而起 悬浮在了海水中 放眼朝周围看去 圣徒大声道 我代表整个圣龙族 驻留这里的所有子民 投笑北海龙宫 九王子殿下的麾下 组建幽冥一族 有人反对吗 面对圣徒的 话 哪可能有人反对 如果不是楚行云 对他们另眼相看的话 那再过几个时辰 这里的所有人 都得死 光是一死 都算便宜的 因此 现在只要有人 可以救他们 他们哀求都来不及呢 哪可能反对 至于说 加入新组成的 幽冥一族 那也不是问题 事实上 亿万年前 他们不就加入龙族了吗 现在只不过从龙族 转移到了幽冥一族 这根本就没有差别 反正不管属于龙族 还是属于幽冥一族 他们都还是他们 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圣龙族子民来说 既然圣龙一族 无法单凭一族之力 便傲然雄居于 世界民族之灵 那加入谁不是加入啊 而且 有幽族的榜样在前 就算最愚蠢的人 也明白了团结的重要性 单独一族的话 别说圣龙族了 就算是整个龙族 也扛不住啊 最重要的是 通道处的爆炸声 已经越来越响 越来越近了 就算心里有意见 也没人敢说出来 否则的话 万一幽族大军 攻破了所有的患阵 杀过来 他们后悔都来不及了 因此 就算个别有意见的人 打算开口 可是就在他们张开嘴巴 要发表意见的一刹那 周围的人群 便用杀人的目光 朝他们看了过去 大家都知道 在这样的时候 只要他们敢开口 周围的人 就绝对不介意杀了他们 为了三千万人的安危 斩杀几十 几百 几千 甚至几万的圣龙 那真的不算什么 见到所有人都同意了下来 楚行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敢怠慢 楚行云祭出了那块幽冥石板 并且第一时间催动幽冥石板 迅速凝聚出那个血色的 通往幽冥海的通道 看住那新红色 巨大无比的漩涡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 放在平时 如此恐怖的血色漩涡 大家一定会疑神疑鬼 惊疑不定的 可是现在 远处的爆破声 已经近在咫尺了 所有圣龙族子民 都恨不能第一时间钻进去 哪还顾得了其他 坑齿 一声闷响声中 那宽三米 高九米的幽冥石板 重重地落在了 那巨大的血色漩涡之旁 傲然注立在 那幽冥石板之上 楚行云放声道 所有投效于我的人 将你们的誓约 凝聚于金穴之中 打入这块幽冥石板中 就可以进入幽冥之海了 听到楚行云的话 离得比较近的圣龙一族 第一时间立下誓约 并且将誓约凝聚于金穴之中 投入了那块石板之中 啪哒 啪哒 雨点般的血滴 从四面八方 朝那幽冥石碑 落了过去 随着一滴蕴含 誓约的金穴 融入石板当中 大片大片的 圣龙一族子民 消失在海水中 不见了踪影 见到楚行云 真的可以将他们 带离这里 所有圣龙族 顿时疯狂了 对绝大多数的 圣龙一族来说 只要有活命的机会 让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因此 虽然前方一片未知 但是还是有 越来越多的圣龙一族 将自己的誓约之血 融入那幽冥石板之中 眼看着那些 圣龙族子民 飞蛾扑火般的 潮石板冲了过去 圣徒不由地 皱起了眉头 担心地看了看 楚行云 圣徒 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 先进去看看 然后立刻回来 面对圣徒的要求 楚行云自然知道 他在担心什么 很显然 圣徒担心 这是一个陷阱 是一个圈套 所以他想 亲自过去探查一下 还好 楚行云心里没鬼 因此 没什么不行的 懒得废话 楚行云直接点了点头 示意圣徒 可以立刻开始 得到楚行云的同意 圣徒凝聚出了 自己的誓约之血 滴入了那巨大的 幽冥石板之中 下一刻 圣徒的身影 也瞬间消失在了海水中 不见了踪影 另一边 进入了幽冥海之后 圣徒开始还有点疑惑 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但当他看清楚 天上的那个 不是太阳的太阳时 立刻就明白了 很显然 这里就是传说中 四海之外的 第五片海 幽冥海 回想起 楚行云要建立的 幽冥遗族 只一瞬间 圣徒瞬间 便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经过再三确认 这里并不是什么幻境 而是真真正正的 一方小世界之后 圣徒立刻便顺住自己来时 楚行云专门为他留的通道 第一时间赶了回去 在得到了圣徒的确认之后 所有的圣龙遗族 终于放下了最后的戒心 无论如何 就算全世界都在欺骗他们 但是圣徒不会 身为军事的第一长官 圣徒的地位 虽然不如圣龙王高 但是实际掌握的权力 还在圣龙王之上 亿万年来 圣龙王和圣徒 是圣龙一族最信赖 也最依赖的存在 如果圣徒要害他们 那真的太容易了 圣龙一族 也绝对不可能繁荣到今天 很快 大批量的圣龙一族 迅速地凝聚十月精血 一一投入石板之中 随后大河入海一般的 投入了那血色漩涡之中 三千多万圣龙族子民 换了是没有修炼过的 普通人的话 没有一天一夜的时间 是绝对不可能撤前进的 好在 那些年轻的圣龙族孩童 都被圣龙王 利用陷空塔带走了 留在这里的 都是有一定年岁 有一定实力的圣龙族 因此 现在竟然只花了一个时辰 就完成了千亿 不过 即便如此 当最后一批圣龙族子民 终于下定决心 决定投效楚行云 并且将誓约精血投入到那块幽冥石板上的时候 妖族的大军已经轰破了所有的患阵 嚎叫着朝这边冲了过来 目送最后一名圣龙族子民进入血色漩涡 楚行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显然 对于时间的把握和控制 楚行云做得很精确 过早或过晚 都不合适 在最适当的时机出现 用最恰当的语言商谈 在妖族大军抵达前的最后一刻 完成所有撤离工作 一切的一切 楚行云把握得都完美无比 精确到了极限 随手收起了那块幽冥石板 或者说是幽冥石碑 楚行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了看远处 那凶神恶煞一般 嚎叫住冲过来的妖族大军 楚行云侧过头 对住身旁的渗徒道 好了 就剩咱们俩了 咱们也彻拔赞叹地看了楚行云一眼 渗徒点了点头 随后和楚 行云一起 进入了那血色漩涡 当妖族大军 终于抵达了血色漩涡所在的位置时 那血色漩涡已经消散了开来 只一小会时间 便彻底地消失了 茫然地将那血色漩涡 原本所在的位置团团围住 所有的妖族都一脸地茫然 怎么回事 刚才还看到这里有个巨大的漩涡 所有的圣龙族都蜂拥着钻进去呢 可是跑到近处 那血色漩涡怎么不见了 且不说那妖族大军如何的一脸茫然 另一边 楚行云和圣徒出现在了地心世界内 那浩渺的幽冥海中 终于脱离了险境 所有的圣龙族子民 都茫然地漂浮在幽冥海中 脸上的表情 无比地茫然 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怎么做 面对于此 楚行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毕竟 在今天之前 楚行云没想过要收编圣龙一族 因此 对于一切 他都没有任何的准备 而且 最重要的是 楚行云在龙族 并没有任何的职务 在这龙妖大战的档口上 楚行云能动用的资源 极度有限 甚至无限接近零 战斗的状态下 四海龙宫内的一切物资 都是要统一调动 统一使用的 即便楚行云身为北海龙宫九王子 可是对龙族来说 他什么职务都没有 即使他有 也不可能随便调动 能养活三千多万圣龙的物资 而一点交代都没有 否则的话 若人人都可以随意调动大批的资源 罗作他用的话 那即便龙族再怎么富裕 拥有再多的资源 恐怕也不够用 看住周围那密密麻麻的 总数三千多万的圣龙 楚行云的头也大了 三千多万圣龙的衣食注用 都要他去负责 都要他去解决 时到现在 楚行云虽然还有一些钱 可是在这场战争的状态下 钱根本买不到他需要的这些物资 看住楚行云愁眉不展的样子 圣徒不由地暗暗松了口气 说实在的 或多或少的 圣徒一直有点担心 他担心的不是别的 而是担心这一切 都是楚行云暗中策划的 如此一来 圣龙一族的命运 恐怕就有点不妙了 不过 从楚行云毫无准备 而且愁眉不展的样子上看 这一切显然并不是他暗中策划的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连一点点的准备 都没有呢 长吸了口气 圣徒开口道 龙王不必烦恼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完全可以去妖族那里劫掠 一切都不是问题 龙王 听到圣徒的话 楚行云顿时恶然一愣 他这是和谁说话呢 看出楚行云恶然的样子 圣徒先是一阵疑惑 不过很快 他便明白了过来 圣徒指了指不远处 那金黄色水晶堆砌而成的水晶公道 不出所料的话 这应该是幽明海的天道龙宫吧 面对圣徒的询问 楚行云道 没错 正是如此可是 摆了摆手 圣徒微笑住道 别告诉我 你不是那座龙宫的主人 这 面对圣徒的判断 楚行云道 没错 我确实是那座龙宫的主人 深深地看住楚行云圣徒继续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不光是这天道龙宫 就连整个幽明海 也已经是龙王陛下的囊中之物了吧 说话之间 圣徒顿了顿 随后坦然道 手掌一海 而且入主了天道龙宫 那你自然就是这幽明海的主人 幽明海的龙王 了然地点了点头 虽然以前没有多想 不过现在听圣徒一说 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虽然在实力上 楚行云还远远没有达到龙王境 但单就权利而言 他和其他的四海龙王 已经可以平起平坐 并驾齐驱了 当然虽然楚行云有了相应的权利 但是他在龙族的身份和地位 恐怕还是很难得到 其他四海龙王的认可 想和其他四海龙王一样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龙王 楚行云要走的路 还有很长思索之间 楚行云摆了摆手道 龙王不龙王的其实 无所谓现在最重要的是 安排好所有圣龙族子民的意识住行 顿了顿楚行云朝圣徒看了过去 好奇的道 刚才听你说似乎有办法 你仔细说说看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圣徒道 我们圣龙一族的战士 都是精通幻术的存在 我们完全可以施展幻术 变化成妖族的样子 去妖族内部 去截略一番抢夺我们需要的物资 幻术 听到圣徒的话 楚行云不由地上下看了看圣徒道 你现在的形态是本体还是幻体 看了看自己的体态 圣徒道 这种形态是我们的战斗形态 也是我们最初始的形态 说话之间 圣徒旋转了一下自己的身躯 仔细看去 圣龙一族的初始形态 跟其他的龙族 其实没什么两样 单就外形上看 除了颜色不一样 龙角的形状不一样之外 圣徒的形态和楚行云 其实差不多少 只不过楚行云是黑色鳞片的神龙 而圣徒则是金绿色鳞片的圣龙 站在龙族的角度看 楚行云和圣徒 其实完全不一样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种族 可是站在妖族的角度看 两者之间除了颜色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的差别 同样的角 同样的脸 同样的身躯 同样的尾巴 甚至连龙爪都是一样的 可是事实上 这些所谓的一样 其实都不一样 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只不过是整体的 形态上大体差不多而已 朝周围看去 三千多万圣龙族子民 一个个却气形怪状 长什么样的 都有若不是知道 这里的三千多万生灵 都是圣龙族 这里囤积了整个铜骨盆地 亿万年的资源 但一直没被动用过 面对成群的绵羊族妖众 熊皮城内的熊妖 都非常的鄙视 要知道绵羊是最软弱可欺的妖兽 也是熊皮族最喜欢吃的 血食羊妖 虽然不是妖兽 但与妖兽之间 却有着寂静的血缘关系 因此看不起绵羊妖兽之下 也自然连带住 看不起羊妖一族了 三千绵羊族妖众 一路进入了熊皮城 对于周围的蔑视目光 视若无睹 旁复被鄙视的 不是他们一般夜幕 降临熊皮城的城门 关闭熊皮城内的妖塔 也放出了守护天幕 将整个熊皮城 完全地笼罩了起来 随着夜色的加深 绝大多数的熊皮 都渐渐睡住了 就在这时候 三千绵羊妖众 开始动了起来 三千人一共分成了六个小队 每队五百个羊妖 趁着夜色 其中的五个小队 分别赶往东西南北四座城门 而剩余的两个小队 则分别赶往东侧或西侧的 两座天幕妖塔中淤 当时间抵达午夜时分 当熊皮城内的钟楼 发出悠扬的钟声的时候 变乱突起 先是东西两侧的天幕妖塔 瞬间在猛烈的攻击下 被瞬间轰成了碎片 随后东西南北 四方的城门处 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四座城门很快便被打开 无以计数的杨妖 顺住四座城门狂涌而入 很快整个熊皮城 便陷入了战火之中 整个城市都燃烧了起来 疯狂的厮杀 持续了整整一夜 当天终于亮起来的时候 战斗也彻底结束了 当黎明的太阳 终于升上天空的时候 整个熊皮城 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放眼看去 上千万杨妖 分成上万支队伍 在熊皮城内 疯狂地搜刮着所有的资源 都被运往熊皮城中心的广场之上 散乱的堆积在那里 各个囤积满物资的仓库 也纷纷被寻找到 提交到了熊皮广场处统计员的手中 整整三天三夜 熊皮城内 囤积了亿万年的海量物资 全部被搜刮一空 甚至于就连熊皮城内 所有建筑中的宝物和资源 也都被搜刮了出来 连根矛都没给剩下来 当其他妖族终于接到熊皮城的消息 并且全速赶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妖族的第一批 先头部队抵达了熊皮城外时 整个熊皮城已经人去楼空 只剩下了冒着黑烟的断壁残垣 被彻底的摧毁 最让所有妖族无法接受的 是尽管他们放出了漫天的羽族 哨探全方位的侦察搜索 但是却始终找不到入侵之敌的踪迹 这支部队 犹如来自虚空的魔鬼一般 来无影去无踪 且不说妖族如何愤怒 如何追查凶手 另一边幽明世界之内 所有圣龙异族的子民 都欢天喜地地领取住各种生活物资 没错 那群摧毁了熊皮城的绵羊妖 不是别的 正是圣龙异族的大军 在圣徒的建议下 在楚行云的帮助下 这一战一共出动了 一千万圣龙族大军 首先由圣徒率领着三千名 实力打倒龙将境界的圣龙族精英 幻化作绵羊妖的外形 混入了熊皮城 随后趁着熊皮城内的妖明昏睡的时候 兵分六路 分别打开了四方的城门 破坏了两座天幕妖塔 随后 当趁黑摸到熊皮城四座城门外 合计一千万圣龙族大军 一涌而入的时候 一切便不可更改了熊皮城内 是有守军的 而且总数量也达到了上百万之多 可是他们所面对的是 圣龙异族整整异族的精锐力量 这根本无法对抗龙族 毕竟是龙族作为过去亿万年来的 万族至尊宇宙的主宰 其实力之强 抵运之身 不是现在的妖族可以比拟的 而且单以异成的力量 对抗异族的力量 彼此的差距还是太大了 虽然整个战斗的过程中 楚行云根本就没有出手 只是在一旁观看而已 可是在圣徒的率领下 圣龙异族的三千精英联合之下 形成了一股 足以碾压对方的强大武装力量 熊皮城不是没有守军 也不是没有守将 可是百万普通的守军 面对千万精锐的圣龙族大军 三名普通的守将 对上三千圣龙族上将的时候 战斗的结果 其实连描述的价值 都没有用两个字形容的话 那就是碾压屠杀 只抢夺了这座熊皮城 获得的资源 便足够三千万圣龙族子民 安稳地活上千年的时间 而不需要担心物资会匮乏 虽然这一战之下 圣龙一族战死了 足有三万多战士 但是这样的损伤 是不可避免的 毕竟很多熊皮族的大能 分散地居住在各处战斗一起 那些熊皮族大能猛地冲出来 对普通的圣龙 族士兵造成了巨大的杀伤 三万多战死的圣龙族战士 大部分都是死在那些 忽然从建筑内冲出来的 熊皮族的大能手中 若真的是兵对兵将对将的厮杀 反倒不会死这么多 可是没办法想要取得大量的资源 就注定了只能去偷袭 一旦双方摆开阵势的话 圣龙一族根本无法获得战斗的胜利 战斗一起八方的妖族 会飞驰来源 就算能尽快结束战斗 也没有时间去搜集和搬运那些物资了 虽然熊皮族囤积的物资并不 全是圣龙族喜欢的 但现在是战乱年代 只要能吃饱肚子 只要能活住 谁还敢奢望生活的品质 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 趁妖族还没反过神来 趁妖族还没有太好的办法去针对 圣龙一族四面出击 疯狂地对妖族展开了无休止的截掠 三年之内 先后有三百多座妖族的城池 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三百多座妖城 无一例外 都是那些位置比较偏僻 驻军不太强悍 而且囤积住大量物资的城池 一通疯抢之下 妖族简直是顾此失彼 焦头烂额 不过妖族毕竟有人才在 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 妖族的三大妖皇 私封秦仓九霄 便想出了办法 在三大妖皇的命令下 英族就足雕族 分别派出了大量的哨探 随时巡逻于各大城市上空 在三大妖皇的缜密布置之下 整个天空之上布下了一道天网 虽然即便如此 也很难阻止那神秘大军的破坏 但是却成功地阻止了那支神秘大军 将物资搬运走 一旦有城市遭到了攻击 第一时间就会被妖族察觉 很快透过妖族的手段 周围的城市很快就会收到消息 派出城内的高手 全速前往支援 而且妖族的空中部队 也就是原来的鸟族大部队 也会第一时间起飞 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战场 并且展开攻击 如此一来 慎龙族大军即便可以攻陷一座城池 但当他们开始搜集物资的时候 妖族的援军便已经飞到半路了 如果不赶快撤退的话 所有慎龙族大军都得陷在这里 尤其是三年后最后的那一战中 慎徒率领的慎龙族大军 惨遭妖族大军的埋伏 从慎徒一直以来的战略部署上 三大妖皇摸索出了 慎徒选择目标的法则 虽然没能精确到具体的城市 但却将目标缩小 到了十八座城市之中 在三大妖皇共同商讨之下 调动了亿万大军 设下了天罗地网 只等慎徒落网可惜的是 接下来的三次战斗 慎龙族都成功地避开了这十八座城市 但是当最后一战的时候 慎徒终究选择了那十八座城市之一战斗 刚一打响 当千万慎龙族大军全部涌入城池 开始烧杀强烈的时候 埋伏在城市内 提前挖好的地下空间内的妖族 金锐部队纷纷涌了出来 千万慎龙族大军对上了精挑细选 拥有千万年征战 惊艳的妖族金锐 这样的战斗可谓是势均力敌 千万妖族金锐加上千万妖族空军 这一战已经没办法打了十到如今 就算想跑都没处可去 所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简直危险到了极点 虚空之上 楚行云也知道 如果不能尽快想出办法的话 这一千万慎龙族大军都得陷落在这里 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无奈之下 楚行云当即取出了血杯 也就是那吸纳了三千万神龙族十月精血的石板 同时对上千万慎龙族金锐下达了命令 随后楚行云第一时间 开启了血海漩涡 全力吸收之下 将大量的慎龙族战士 直接从战场中接回幽冥海内 面对那突然出现的巨大漩涡 妖族似乎早有准备 在那巨大漩涡出现的一刹那空中的妖族大军 便第一时间涌了过去 争先恐后地钻入了那血色漩涡之中 面对于此楚行云面色无比的阴冷 但却并没有阻止很快的 上千万慎龙族部队 只有八百多万成功回到了幽冥海中 其他近两百万慎龙族战士 全部战死沙场 再也回不去了另一边 幽冥海内 八百万慎龙族战士 惊魂未定地出现在了幽冥海内 让他们绝望的是 回到幽冥海的 不止他们更有上千万妖族的空军 三百万是就三百万金雕 再加上三百万苍蝇 合计九百万妖族空军 犹如一团乌云一般 朝这边压了过来时 到此刻所有慎龙族战士 都知道他们落入了妖族的陷阱中 最严重的是这九百万妖族空军 正是龙族的天敌克星 这三大种族 本就以蛇类为食 对上龙族的时候 更是可以发挥出 无与伦比的威力 虽然对方只有九百万 可是单是这九百万妖族空军 便足以将三千万慎龙一族斩尽 杀绝鸡犬不留 眼看着上千万妖族空军 凝聚成一团乌云般的天幕 缓缓地压了过来 所有的慎龙族子民 都露出了绝望的目光 虽然面对必死的绝境 但是难得的是 并没有人埋怨楚行云 楚行云之所以开启幽冥通道 为的不是他自己 而是为了救那一千万慎龙族大军 而慎龙族大军之所以殊死搏杀 为的是尽量获取一些物资 以供慎龙族子民日常使用亨 就在所有慎龙族子民 自认必死的时候 一道冷亨声中 楚行云出现在了 三千万慎龙族子民的面前 傲然悬浮在半空中 楚行云森冷地看住 那上千万妖族空军 低沉地道 这里是幽冥世界 我是这里的王 请你们立刻离开 听到楚行云的话很快 一道身影排开的大军 飞到了最前端 放眼看去 这道身影 正是这只妖族空军的首领 冷冷地看住楚行云 那妖族首领傲然道 少说废话 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顿了顿那妖族首领继续说 只要你们立刻投降 并且交出进出这方世界的钥匙 我们还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不然的话 说话之间 那妖族首领面色猛的一变 咆哮着道 若有半肆违抗 我们妖族大军锁过之处 保证是斩尽杀绝 鸡犬不留 斩尽杀绝吗 听到那妖族首领的话 楚行云冷冷一笑 在三千万圣龙族子民的注视下 在半空中 楚行云慢慢举起了右手 下一刻 楚行云面色猛的一变 同时高举的右手 瞬间挥了下去 面对楚行云的首饰 剩余的八百万圣龙族大军 一声大喊 便打算与妖族玉石俱焚 同归于尽 可就在这个时候 伴随着楚行云的首饰 天穷之上那巨大的火球 猛地放射出一道锐利的光 注立在虚空之上 楚行云终于明白 地火神弩 为什么叫弩 而不是弩炮了 虽然那地火神弩射出的 其实是一颗火球 可是因为速度太快的关系 远远地看去 根本就只能看到 一道亮红色的光芒 一闪而过 其实很多流星 也是虽然那流星 可能是一颗浑原的石头 但因为速度太快的关系 会直接在天空中 划过一道曼妙的轨迹 很显然 地火神弩的速度 比流星快了不知道几倍 因此远处看去 地火神弩射出的 根本就不是一颗火球 而是一道笔直的 犀利无比的赤红色光线 圆圆地看去 那赤红色的光线 瞬间轰入了妖族的正中心 咚咚 下一刻 一道沉闷的轰鸣声中 滚滚的蘑菇云 生疼而起 四内的冲击波 以翠枯拉朽之势 呼啸着朝周围 卷荡开来 不好 见到这一幕 那妖族空军首领 瞬间面色大变 骇然地看住 那鸟鸟升起的蘑菇云 那首领大喊道 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 有天火神弩 说话之间 那首领也顾不得 其他双翅 一阵之间 便腾空而起 趁着冲击波 还没抵达之前 朝着半空中 那新红色的漩涡 飞了过去 哼 见到这一幕 楚行云冷哼一声 心念一动之间 一道道赤红色的光线 朝着那妖族首领 密集地展示住 哗啦哗啦 咚咚咚 一道道赤裂的红色光线 展示下一道道 沉闷的轰鸣声 自半空中轰鸣而起 一朵朵蘑菇云 在地下世界内 鸟鸟地升腾住 如果楚行云 真的有心杀他的话 那么不需要问 那妖族首领 恐怕早就被轰成碎片了 可是很显然 楚行云并不想杀他 不是楚行云心慈手软 而是希望这个妖族首领 能帮他带话回去 让妖族明白 入侵幽明海 就像入侵妖亭一样 那都是纯粹的找死行为 因此 只一瞬间 楚行云便驾驭 驻地火神弩 轰出了72剂弩炮 看住身后 密密麻麻的蘑菇云 接二连三的升腾而起 那妖族空军首领 真的快吓尿了 不过是到如今 他也知道 对方并没有杀他的意思 否则的话 只要在他前后左右 四面八方各轰上一炮的话 肆虐地冲击波扫荡之下 他根本就没有躲避的空间 最让他感到恐怖的是 类似的神弩妖亭 也只有36尊而已 可是这神秘的世界内 竟然足足有72尊 这简直不让人火啊 终于那空军首领 狼狈地冲入了血色漩涡之中 疯狂地窜了进去 一离开那血色漩涡 那血色通道 便开始关闭 血色的漩涡迅速地消散开来 看出消散异空的血色漩涡 那妖族首领 顿时泪如雨下 他知道那900万妖族空军的精锐 已经是死定了 随着通道被关闭 对方手中又掌握着 堪比天火神弩的 终极武器 那些妖族精锐 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若不是对方要他带话的话 就连他这个教练 都不可能活着离开 如果说36尊天火神弩不下的是一张天罗的话 那么72尊地火神弩不下的 就是一张地网 除非对方有意放他走 否则的话 任他本领在墙 也要遮在那里 一路飞回了妖庭 那妖族首领 将这次的遭遇 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 向三大妖皇做了报告 听到妖族首领的报告 三大妖皇顿时沉默了起来 别说72座地火神弩了 就算只有36尊 也已经堪称无敌了 三大妖皇之道地火神弩受地壳阻隔 是无法威胁地表世界的 但也因为如此的火神弩的数量 比天火神弩足足多出了一倍 36尊天火神弩的威力 三大妖皇再清楚不过了 36尊天火神弩分别被三大妖皇炼化 每人炼制了12尊分身三大妖皇 合起来 共同掌管36尊天火神弩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这天火神弩威力实在太过巨大 若完全由一人掌握的话 其他人就完全失去了 与之对抗的本钱时 到现在 他们却得知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人同时 炼化了72尊地火神弩 这要如何去对抗 就算他们可以将36尊天火神弩 带去那方世界火力 也只有对方的一半而已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36尊天火神弩 是无法离开妖庭的 只有从妖庭掌管的太阳中抽取能量 那36尊天火神弩 才可以爆发出天火弩箭 一旦带到地下的幽冥世界 连太阳都看不到 又从何处汲取能量呢 和那妖族空军的首领不同 三大妖皇各自掌握12尊天火神弩 但也因为如此 没有人比他们更明白 这些神弩的恐怖之处 这次妖族之所以胆敢大肆进攻龙族 而没有任何的畏惧和担心 其实正是因为 他们彻底掌握了那36尊天火神弩 以前龙族有大海做保护 无惧妖族的入侵 而现在妖族掌握了36尊天火神弩之后 也拥有了对抗龙族的本钱 就算占据不利妖族 也可以退回去 继续正军备战 一旦龙族敢追出来 那么妖族不但有合计9000万的龙鹰 龙雕龙旧 更有36尊天火神弩来承接龙族 当然天火神弩也是有限制的 天火神弩坐落在太阳之上 因此只有白天的时候才可以使用 其次上午和下午的时候 太阳之力比较微弱 天火神弩的威力也非常的弱小 只有正午时分 天火神弩的威力才达到最高 而地火神弩就没这些问题了 地火神弩不但数量多了一倍 而且一天12个时辰 随时随地都可以爆发出 最大的威力完全不受任何因素影响 因此当三大妖皇听到了 那妖族首领的回报后 便只能哑口无言了 有72尊地火神弩 再有无穷无尽的地心岩浆 在那幽明海 根本就固若金汤 是绝对无法攻陷的 既然没有办法去 克制他们 就只能保持沉默 沉默良久忠于 三大妖皇 齐齐叹息了一声 彼此对望了一眼后 无奈地点了点头 随后私封九霄秦仓 三大妖皇 共同下达妖皇令 所有妖族大军 不准进入那血色漩涡 否则的话 后果自负 面对三大妖皇的命令 虽然没有人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 但是也没有人敢去追问 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那只神秘的幽明大军 并没有出现 虽然即便落入了陷阱楚行云 也可以平级那血色漩涡 将圣龙族大军 引回幽明海内 可是这样的做法 太无赖了 太赖皮了 而最重要的是 即便楚行云 即使反应也无法阻止妖族 埋伏下的精兵 在短时间内 大量杀伤圣龙族 精锐大军 以上一次 战斗为例 幽族虽然也死伤惨重 可是相对而言 他们战死的士兵 对于幽族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但神龙一族战死的 近两百万大军 却占了圣龙族总兵力的两成 这样的伤亡 再来上几次的话 圣龙一族将无兵可用 幽族太庞大了 与龙族的战斗中 直接就投入了百亿和马族 以及百亿水牛族 如此庞大的军团 对于龙族来说 也绝对是海量了 可是对幽族来说 这只是两股先头部队 绝对的小部队 对幽族来说 牵翼规模的 算是中等部队照规模的 才算是真正的大部队 因此和幽族打消耗战 绝对是最不理智的 时到如今 即便圣龙族疯狂屠戮 他们所杀死的幽族 也不如同时期出生的幽族多 也正是因为熟知这一点 所以楚行云 才将目标锁定在物资上 而不是想办法的 去屠杀那些幽族 幽族数量太多 繁衍能力太强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楚行云停止了 圣龙族大军的一切行动 开始修两声息 透过实战 楚行云发现 圣龙一族的大军 虽然精通幻术境界也都很高 但是圣龙族的破坏力 以及防御力 都是非常弱小的 圣龙大军的境界 明明比那些妖族 高出一个甚至两个境界 可是真的打起来 才发现优势并不明显 圣龙族的幻境 是用精神凝聚而成的 也是靠精神力 去催动迷惑对方的精神的 因此圣龙族的特性 主要是精神力强大 可以强行地 在敌人的脑海中 制造出幻象来 可是说到肉体的力量和强度 说到破坏力和防御力 圣龙真的太差了 有鉴于此 楚行云知道 他必须为这支圣龙族大军 连身定制一套战装 以及一件兵器 战装可以帮助 圣龙族大军 对抗外来的伤害 不会轻易被杀死 而兵器则可以弥补 圣龙族破坏力不足的弊端 时到如今 楚行云打算将这三千道剑灵 再次进行分解 以风之剑道为例 下面又可以细分为 急风剑道 旋风剑道 狂风剑道 大风剑道 巨风剑道 西风剑道 三千剑道 每道又可以细分出 三千分之剑道 合计可以分解出 九百万分之剑道 如果单靠一人去修炼的话 就百万剑道 即便亿万年 恐怕也修不完 不过现在 楚行云将 三千剑道 细分为九百万 到分支剑道 随后楚行云 再次耗费三百年时间 以地心铁为材料 锻造出了一千万柄的星剑 难道说 楚行云打算用地心剑 来作为圣龙一族的 主战兵器吗 不 当然不是这样 锻造出一千万柄的星剑之后 一切并不是结束 反而是刚开始而已 接下来 楚行云将过去一两千年来 先后炼制的五种宝剑 各一千万柄 分别取了出来 数量都是整整一千万柄 但是锻造宝剑的材料 却并不相同 一金木水火土五行进行划分 分别是白金剑 青木剑 玄重剑 赤岩剑 以及地心剑 接下来的时间里 楚行云进入了地下岩浆之中 借助地心的无穷火焰 来锻造一千万柄五行飞剑 五种宝剑 分别蕴含五种不同的能量 分别为金木水火土 虽然材料并不相同 蕴含的能量也各不一样 甚至连颜色都分别呈现出 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 完全相同的接下来的时间里 楚行云耗费三万年的时间 九百万柄飞剑 终于成功出炉了 整个锻造过程中 先后有三十多万柄飞剑 锻造失败了 不过好在这样的剑气 楚行云当年一共炼制了五套 每套足有一千万柄 因此很快 那三十多万柄飞剑 便在楚行云的注重关注下 重新锻造 并且全部锻造成功了 不过光有飞剑 还是远远不够的 有了飞剑 只能确保圣龙一族 拥有足够的破坏力 但却无法保证 他们不会被妖族大军杀死 因此接下来 还需要为这九百万 圣龙族大军 锻造一套战装 虽然从妖族的三百多个城池里 抢夺了大量的金属矿石 可是想要炼制出 足以武装千万大军的战装缺口 还是非常巨大的无奈之下 楚行云嘱托九百万 神龙大军 勤家修炼之后 只好离开幽明海 赶回东海的龙城之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